满清皇帝 秦杀了南明的洪光皇帝 但洪光皇帝死后 并不代表明朝就完全熄火了 老朱一家香火挺旺的 明朝宗室唐王朱玉剑 很快就被大臣们拥为新的皇帝 年后龙武 所以他在历史上被称为南明的龙武帝 龙武帝这哥们也是生不逢时 你看他身为皇亲 从小就被他爷爷关押了16年 后来为了报国 他率兵跟冬民军打仗 又被从真皇帝关了8年 坐牢半生 归来正好称帝 龙武帝本人确实想当个好皇帝 但他手下那些臣子一直有异心 拥立他称帝的是著名海盗团伙 郑芝龙家族 这些人常在海上飘 最擅长的就是见风使舵 眼见大步清军逼近 郑芝龙暗中就详清了 龙武帝没办法 御驾亲征 结果手下却没有多少兵 最终这龙武帝就被李承栋率领了清军 打上了终于被杀了 龙武帝这颗人头还没放凉 广东又有两个姓朱的皇帝冒出来等待李承栋收割 我们上一集说到 李承栋呢 他详情之后 率领手下人马 在江南一带大肆杀戮 李承栋这个人呢 他毕竟是名将出身 非常善于用大炮攻城 所以呢 在昆山屠城之后 他要率领手下人马呢 携带树身门巨炮 进攻江银城 清军猛攻六天 最终呢 把江银城攻克 江银城池虽然不大 但是抵抗最厉 清军克城之后呢 又开始屠城 公元1645年7月底 李承栋呢 又率领他的部队 5000多人向家定进逼 一路之上 这支军队是奸淫烧杀 家定三途 杀的是血流成渠 其中详细过程呢 我们前面的章节也讲过 扬州时日 家定三途 经过清军啊 如此惨烈的屠杀 江南大部分地区啊 老百姓就开始替发 不得呢 不自称大清顺民 由此可见 满清军队这种血海肉山的 这样的屠杀 最终呢 使得江南大帝 这个反抗的烈焰 剑驱熄灭 李承栋本人呢 因为这些赫赫战功 就被清朝提拔为江南巡抚 不久呢 清廷又把他调往东南地区 派他去平灭南明的另一个皇帝 龙武帝 当时的李承栋呢 是受努尔哈赤的孙子 这个伯洛贝勒直接指挥的 他就成为满清平灭南明龙武帝的先锋大将 南明龙武帝呢 叫朱玉剑是太祖专章的九世孙 他的爷爷老唐王呢 当时嫌他自己的世子 嘴唇上长个大牛子不好看 所以说喜欢他小妾生的儿子 老唐王的世子就是朱玉剑他爸爸 于是呢 老唐王就把这朱玉剑父子囚禁起来 就想活活饿死这父子两个人 而当时的朱玉剑呢 才十二岁 幸亏唐王府中 有人暗中帮忙送饭 这父子呢 在囚房当中就没被饿死 但是一直被关了十六年 眼看老唐王得病要死 几乎要熬到头了 结果呢 朱玉剑的父亲 又被急切想承袭唐王王位 他那弟弟给毒死了 朱玉剑这个叔父呢 继位当了唐王 没多久呢 就病死了 作为老唐王的嫡孙 朱玉剑这个时候啊 终于得到朝廷的恩旨 他被封为唐王了 朱玉剑当唐王的时候呢 已经是从真末年了 当时国家多难 朱玉剑本人呢 报国心切 他就自己率兵啊 从南洋北上 一路之上 他这支队伍 还还有好几支农民军队伍 交过手 互有胜负 而明朝呢 先前那朱棣 是以藩王身份 反叛而得天下 因此明朝的国法 对藩王防备特别严 按照明朝当时的规制 你作为一个藩王 竟可以在王府之内 奸淫吃喝醉生梦死 但唯独呢 你不能率领兵马 离开你自己的藩属地 即使当时的中玉剑动机非常纯粹 就是想亲王 就是想替大明灭了一些贼寇 北京的洪光帝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大怒 你作为一个藩王 你怎么敢在没有镇的命令情况下 自己提起一支部队赶出王府呢 于是呢 他就派出锦队 把这位唐王 压到凤阳的皇室监狱给关起来 几年之后 这崇祯帝呢 就在北京上吊自杀了 大明朝就亡了 南明的洪光帝继位 这个时候 朱玉剑才被从凤阳的监狱当中放出来 那么朱玉剑在凤阳监狱待了几年了 待了八年多 所以说啊 这位朱玉剑 这个金枝玉叶也确实挺倒霉的 你看他如今43岁了 但他本人关在牢里 到24年之久 南京的洪光帝 虽然说下诏把他给放了 但是并没有恢复他的王爵 而是呢 把他贬到广西的这个平乐府去居住 朱玉剑不敢不去啊 结果他刚刚走到杭州 短命的洪光王朝啊 已经玩完了 而当时呢 朱明王朝又一个王爷 陆王朱长芳 在一些大臣的推代下呢 在杭州自称监国 监国就是代理皇帝了 三天之后 清军就杀到了 先前一直被寄予厚望的 这所谓的贤王陆王 和他首先那些大臣 没有做任何抵抗 马上向清军献城投降 陆王献城投降的前一天呢 朱玉剑已经离开杭州 得知陆王在杭州 向清朝投降的消息 明朝的这个黄道州 这些大臣啊 就上书 劝这个朱玉剑监国 于是呢 在郑之龙家族拥护下 朱玉剑就在剑宁 称监国 剑宁就是今天福建的剑哦 二十天之后 他又到了福州 正式称帝 改元龙武 所以呢 朱玉剑就是南明的龙武帝 龙武帝举行这个登基仪式当天呢 福州城内大风起雾 玉前那上西官 坐骑寿京 那个官员当时就摔落于马下 玉玺呢 也被摔坏了一脚 虽然说称帝之时的一个征兆不详 龙武帝君臣呢 当时还是非常有平复天下的 这样的决心的 就锐意恢复大明王朝 龙武帝本身呢 身世坎坷 因此他和那洪光帝啊 两个人为人迥然不同 龙武帝呢 非常乐于纳戒 善于抚慰群臣 甚至他就同意 各地来招纳大顺军 那个渝部 也变成明军 共同来抵抗清军的进攻 同时呢 针对当时这个南明军队啊 经常杀害剃发的老百姓 针对这个事呢 他都下诏予以制止 他怎么说呢 兵刑所至不可妄杀 有发为顺民 无发为难民 他发出的这道御旨 使得当时啊 周围那些老百姓欢呼鼓舞 愤愤前来投靠 龙武帝呢 是个英明之主 但是他一直啊 就被那正式集团所架攻 以郑之龙 郑鸿奎 郑之豹 郑影 这些为首的郑氏家族呢 实际上都是大海盗头子出身 数十年间这些人呢 横行福建广东浙江一带的沿海之上 奸商奸道 郑氏家族在崇祯初年受招安之后呢 趁当时天下大乱之际 一直啊 在忙于扩大他们自己的地盘 充实自己的实力 郑之龙这些人 推举龙武帝当皇帝呢 实际上呢 也是看上了这位 也是其货可居 所以 龙武朝中的一切实权 都掌握在郑氏家族这些人手里 郑之龙这个人呢 从小就不是好货 不到二十岁的年纪 就因为勾演他年轻貌美的后妈 被他父亲驱除出家门了 这老郑家唯一的忠臣 只有一个郑成功 郑成功呢 原名郑森 是郑之龙啊 和他一个日本老婆生的儿子 推举龙武帝之后 郑之龙呢 就有一次带领这个郑成功啊 入宫 龙武帝看见郑成功 非常喜欢 就一手拍着他的背就说 恨无异女佩青 爱请你啊 一定要竞争我大明国家 切勿相望 龙武帝呢 当时还赐名 人家是把郑森的名字 改为郑成功 任命他为御林军都督 一同驸马都位 所以郑成功的名字的由来 就是得自于这位龙武帝 当时老百姓得知这个消息呢 就称这个郑成功为国姓爷 再后来郑之龙呢 投降清朝了 郑成功当时领军在外 就写信给他爹 说什么呢 父既不能为忠臣 子亦不能为孝子 所以郑成功这个人 他是一直忠于明朝的 后来呢 他又率领手下的参军 到了台湾 把当时占据台湾的这个 荷兰啊 红毛强盗赶跑了 收复台湾 说起郑成功这个人 我们肯定都知道 民族英雄 收复台湾嘛 但在当时啊 这位大英雄 他的所作所为啊 是被明朝那些移民所诟病的 尤其郑成功当时干的一些事情呢 就当时明朝那大臣都是不认可的 比如说他把明朝那个宗室鲁王给软禁了 又把抗清名将这个张明镇给堵死了 最终呢 他又远离故土大陆 率领一帮人马 顿逃于海上 等等等等吧 使得当时的明朝移民啊 对他非常失望 以郑之龙为首的郑氏家族 毕竟他们出于这种海盗 是这样的出身 因此这个家族 经营朝政 就跟经营买卖一样 而在郑氏家族 拥这个龙武帝当皇帝的同时呢 当时明朝另外一个宗室鲁王 叫朱一海的 他在绍兴呢 也称监国 这两个诸名同姓的政权呢 这就产生矛盾了 最后他们之间啊 竟然闹出互杀来使这样的事情 由此一来 这位龙武帝三面受困 第一 他受制于郑氏家族 第二 他要防鲁王的军队对他进攻 第三呢 李承栋率领的清军呢 节节逼近了 气闷之余 这龙武帝呢 对外声言 他自己要亲自北伐 以挽救当时的推势 听到龙武帝 要亲自率军北伐 总领大军的郑之龙 就冷笑一声 根本就不搭理他 而在当时呢 只有明朝的老忠臣 黄道州 当时以花甲之年 率领他手下 庶民门声顾吏 一路之上 北伐 黄道州呢 还挺有号召力 在一路呢 就召集了九千多人 北上抗清 千辛万苦 百死仇绝 最后呢 这位黄老先生 就是被那个 辉州的清军手将张天璐 给生擒活捉了 然后把他送到南京狱中 在狱中呢 黄道州这位老忠臣 还坐师一手 六十年来 势已飞 翻翻覆覆 少生机 老臣挤进一腔血 会看中原万里归 当时的北京 清朝的朝廷 也知道黄道州 是大名忠臣 就派红城仇 向他劝降 看到红城仇 这个奸贼 黄道州呢 冷笑一声 写下这样一幅对联 实比六方 随未成功 忠可法 红恩浩荡 不能报国反城仇 这幅对联呢 就是把实可法 和红城仇 以他们姓名 巧妙的 嵌在这幅对联里 拿他们俩相比 一个呢 是大名忠臣 一个是呢 满清的祥臣 红城仇呢 虽然当时又羞又愧 但是呢 他内心当中 也是非常亲服黄道州 他就上书 请求朝廷啊 免这个黄道州的死刑 对红城仇这个请求呢 倾庭拒绝了 顺治三年 也就是南明龙武二年 公元1646年 3月5号这一天 等于是公立4月20号这一天 黄道州老先生呢 英勇就义 得知黄道州牺牲的消息 龙武帝非常愤懑 这个时候 他再也不顾 郑氏家族的阻拦 率领数千名 明朝军马 御驾亲征 而平日在海上一直作威作福 到处烧杀抢掠的郑阳 就是郑氏家族那些大将 忽然呢 放弃了新城 就逃跑了 新城在哪 就今天江西的离川 而郑之龙呢 早已暗中和清宾约祥了 因此福建 一些各个关爱 根本就没有兵马把守 李承栋率领的清军 在浙江一带一路大胜 先后攻下了绍兴 东阳 金华 平州 很快就攻破郑鸿奎 把守的仙霞关 这个时候呢 龙武帝往洪南方向逃 是逃不成了 他又想取到厅州 去逃往江西 厅州就今天福建的长厅 此时此刻 龙武帝先前的御驾亲征 就变成了御驾亲逃了 如此危机关头 平生啊 酷爱读书的龙武帝呢 依旧是一路边逃边读书 而且他当时带的书 有十大车之多 边读边逃 边逃边读 他们这一行人呢 逃亡的那个路 好多都是小路和山路 非常狭窄 那些书呢 又死沉 得就更加拖慢了 这些人的逃跑速度 龙武帝在厅州 刚刚歇过一口气 转天一大早 就有大队 身穿明军军服的人啊 在那紧扣厅州的城门 声员前来护驾 守门的士兵呢 不知事迹 一看这些呢 都穿着明朝的制服 说的又是汉话 马上就打开城门 城门一打开 守城的这些民兵忽然发现 这些人啊 都是李承栋 派出来化妆的清军 龙武帝听到外面大声喧哗 马上提着刀啊 就进入府堂 刚到府堂之上 就被冲来的清军乱箭射杀 和龙武帝同时遇难的呢 还有他的皇后曾氏 以及他不满月的这个小王子 那小孩啊 当时就被清军杀掉 派人把南明龙武帝 一家三口的人头献上 李承栋呢 就更受到 蜻蜓的看重 马上命令他 和这个童阳甲一块 驻军福州 在那以观识变 而在龙武帝 御驾亲征之前呢 他留下他自己的四弟 朱玉月 在福州留守 公元1646年 就龙武二年八月呢 福州陷落了 朱玉月不得已 就仓皇乘船 逃往广州 不久之后 龙武帝的死讯传出来 当年十月 明朝的大臣屈氏四 包括丁奎楚这些人呢 就在赵庆 拥立明朝的藩王 永明王朱游郎 在赵庆 还充任监国 监国也就是代理皇帝了 这朱游郎呢 就是后来的南明永利帝 而龙武朝的大学士 就是苏关生和那丁奎楚 他们先前都在 这个明朝为官啊 他们俩有过家 而在福州陷落的时候呢 这苏关生正在广东募兵 出于个人恩怨 苏关生呢 就提出兄中弟吉 还这种说法 于是呢 就在当年十一月 他们在广州 就有雍丽 龙武帝的弟弟 朱立月为监国 三天之后 朱立月呢 就正式登基 改元少武 这个朱立月呢 就是南明的少武帝 半个月之后 明朝另外那个宗室 永明王也在赵清称帝了 改元永利 在龙武帝称帝的时候呢 当时南明有个宗室 鲁王朱一海呢 他也自称监国 现在南明又出现 两个皇帝并纯的局面 满清大敌当前 形势如此严重 我们想一想 就所有的这些人 所有的这些明朝的大臣 依旧呢 还是那种党争的习气 互接彭党 各立皇帝 广州的苏关生 雍立少武帝之后呢 他竟然把永利一朝啊 派来这个时日给杀掉 永利帝的一朝 这个君臣 得知消息之后呢 马上派出兵部右侍郎 林家鼎 举兵讨伐少武帝 少武帝 得知永利帝 派人来讨伐自己 他马上也派出 他手下的大臣陈济泰 向赵清出发 也要打对方 十月底 这两支南明的讨伐军 就在广东山水相遇了 一战下来永利君呢 先获胜利 当时把八百多少武兵马 给杀掉 陈济泰呢 朗北而逃 永利帝这个大将林家鼎呢 当时就得意忘形 徽军直杀广州而来 少武帝得知消息之后呢 还挺害怕 但他手下的大臣苏关生 挺有主意 他呢 就派出大将林察 率领树外海盗兵马 前往营迪 这些海盗呢 如今已经被少武政权啊 招安为这个政府军了 而林察和这个林家鼎呢 他们是老相识 他们从前都是海上的海盗 绝对都是老朋友 于是林察呢 就派人向林家鼎炸降 林家鼎信以为真啊 和这个林察这么多年老朋友 于是他对林察就不再防备 直接指挥战船呢 就猛追这个窜逃的少武残军 少武政权的大将林察呢 你想他率领的这些海盗军 个个都是勇于海战 非常富有经验 于是呢 暗中射服 忽然之间就向永利政权的军船啊 释放火器 永利兵马顿时大惊 马上就溃败 这些军人不是被水淹死 就是被火烧死了 永利朝的总指挥林家鼎本人呢 也遭受炮击 当时死无全尸 大战过后 永利一朝派出这个军马 最终只有三十多个人 有命逃出这个战场 南明呢 两个政权窝里斗 少武帝呢 大获全胜 此战过后呢 他就有点飘飘然了 自认为是天授地位 开始搞什么交天啊 祭地啊 姓学啊 阅兵这种花架子 而后他还对那些拥护他当皇帝的 那帮大臣们大肆封赏 胡乱刺官 当时的少武帝虽然说号称是皇帝 但当时啊 他只是广州这一个城的皇帝而已 齐门之外 号力不行 就当永利帝少武帝 这两支南明的武装血战之机 李承栋同阳甲 他们率领的清军呢 已经在汉奸孤朝剑的带领下 供取了张州 又习取了朝州 这个汉奸孤朝剑呢 是朝州本地人 他也是个退休的明朝的官员 而后呢 李承栋又把当时的大盗陈耀给诱降了 攻克了惠州 一路之上 李承栋率领的清军啊 最大的障碍是山路崎岖 他们就几乎没有遇到过正式的抵抗 到达任何一个州郡 一个县府 清军往往在城下这么一列兵 南明守军马上就城门大开 明朝那些府县的守官 就恭恭敬敬的从城门那里走出来 然后呢 跪在地上 就开始投降 为了麻痹人在广州的少武帝 还有他手下的大臣 苏关称那些人 李承栋就让这些投降的 各地府县的官员呢 写信 送往广州 报告说呢 没有任何清兵到来 接到这些信报之后 广州的这个少武帝君臣呢 就感到自己非常安全 那么接下来 广州少武帝君臣 他们又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周安璋的大明朝呢 他这个大明律 其中有明文规定 妇女呢 不得入寺烧香 不可与僧尼来往 若违犯 这寺庙呢 将立刻就被朝廷关闭取缔 周安璋本人当过和尚 为什么他对寺庙这样防范呢 就是因为周安璋自己当和尚这段经历 他体验并不好 他在当时呢 不仅充分了认识到社会的黑暗 也充分了理解宗教的本质 而且周安璋本人就认为 元朝最终灭亡的原因 就是因为元顺帝信了一些银僧 最终导致功伟淫乱 为了防止明朝重蹈覆辙 专章严加整顿皇室和群臣 特别是那些命妇 那些宗室妇女 整治他们的人伦秩序 在明朝初年 除了元朝遗留下来的 佛教密宗带来的那种淫乱风气之外呢 明朝民间社会呢 还有另外一个主流的佛教派别 叫什么呢 叫瑜伽教 瑜伽教咱别大伙想混了 和现在练瑜伽 这种体育相关不是的 它是一种宗教 瑜伽教的前身呢 是古印度佛教学派之一 这种理论呢 就从唐朝传入到中国了 而后在两宋的南方地区 这个民间地区一直特别流行 传入的这种瑜伽教 和这些中国南方的 那些什么消灾解恶啊 降魔去邪啊 那些精咒术又有关联 后来呢 又和中国传统的污道相融合 所以说在社会各个阶层啊 一度都是广泛流行 到了明朝 这种瑜伽教呢 依旧受到好多民众的喜爱 但是呢 同时它也成为社会犯罪的温床 有见于此 专章当上皇帝之后 就出台了好多相关法律 限制寺庙和和尚 我们要知道僧侣的流动性非常大 很难达到完全约束和限制的 而在当时呢 不少那些流民 还那些户户 还有一些逃犯 都把头发一剔 打扮成游方僧人 这些人呢 或者进入寺院 担任那个瑜伽教的教僧 或者就投靠到权贵之家 还担任那个门僧 甚至还有一些人呢 男扮女装 还假扮成尼姑 专门向那些女县重啊 骗财骗侧 正是深知当时社会的 这样的情况 专章呢 所以说才严格的限制这个佛教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下集接着讲 李长栋呢 率领手下的清军 这个讨伐南明啊 这个驻地 可以说呢 演变成一场的打地鼠游戏 南明这些皇帝呢 刚打下来一个 还另一个又冒出来了 甚至呢 还有两个一起冒头的 但所有这些 对于李长栋来讲 还真没什么难度 因为这些皇帝呢 一无精兵 二无贤臣 三无根据地 还绝对是妥妥的三无皇帝 李长栋手下呢 攻袭广州最为成功 仅派出几百个人 还骑袭广州成功 少武帝的人头 就已经放到李长栋的案前了 接下来呢 李长栋又小河沟里翻船 在广东东莞道教那地方呢 遭遇了一场大败 抗清名将张家喻 还有道教本地的意识 夜如日 把这些人呢 组织一场反击 打得清军大败 甚至呢 把清军先天占领的东莞城 还都给攻下 面对如此忽然冒出来的劲敌 李长栋 他要怎么做呢 我们上一集说到 李长栋呢 已经攻取了广东好多地方了 为了麻痹人在广州的少武帝君臣呢 他就故意封锁消息 还让那些投降他的那个地方官员呢 给广州写信 说清兵根本就没来 公元1646年12月14日这一天 李长栋呢 就派出300清旗兵 从惠州出发 连夜西行 从增城 潜入到广州以北的地方 然后呢 清军有十多个人 划装成那个船工 就从水路啊 大摇大摆 还划着船路入城了 这些人杀案之后 就一直找到啊 不挣此府前 这时候呢 这些清军就忽然 在老百姓面前 掀掉他们的头上包布 露出啊 那种替清千额的满人发誓 然后就挥刀乱砍 大呼 打清兵马杀到 一句 八子来了 哇 这声惊呼 当时是满城皆废 广州城的老百姓 争相躲闭 当时就乱成一锅粥了 说来也真是奇怪 你看能征善战 像李自成那大顺军 杀人如麻 像这个张献忠的大西军 即使是出生入死 血战冲杀无数的 明朝的军队那些勇兵武将 但凡听到一声嘎子来了 个个都会吓得亡魂接茂 历时溃散 到现在说句话 没老是也想象不出 你说清兵 他有什么威力 能收到这样震慑的效果呢 而且这些清兵还都是从前的明朝军队 如果推究真正的原因呢 确实就是清军能战的一种声民太大 而且呢他们这种剃清的 这个大脑门的大辫子 这种法式呢 确实呢收到那种惊吓的效果 当时邵武帝呢正和他手下的大臣苏关生 一些人吧 在国子健呢 试学呢 还正和当地的一些举子嘛什么的 在谈论四十五经呢 忽然间有卫士来报 说清兵入城了 苏关生当时还挺生气的 昨天朝周还有信发过来 说一切无恙 今天怎么就会有清兵到广州呢 他这一生气 挥手这样左右 把这个报信的位置给杀掉 苏关生呢这边杀报信人 入城的清兵啊 很快就杀掉这个广州的东门啊 那些民军守卫 然后打开城门 数百清兵呢 这个时候就策马冲入 一时之间 清军那种大红鼎丽 就满街驰奔 此时此刻 邵武军臣呢才知道清兵真的来 但这个时候的邵武军队主力呢 因为先前西出和永利军交战嘛 好多人还都没回来 而少武帝身边的宿卫禁兵呢 也一时之间召集不齐 很快 少武帝身边那些禁卫军啊 都坐鸟兽山 情急之余 少武帝呢就指了化妆 准备外逃 最终呢 他在城外就被清兵抓住了 而后把他关押在府院 李承栋大概因为在广州城啊 攻克的太容易 当时心情不错 也没有下令屠城 而且也没有下令啊 把这个少武帝立刻杀掉 不仅如此 李承栋还派了手下兵士 送食物和饮水给那个少武帝 结果呢 这位著名爷们 虽然说他登基以来啊 一直是昏庸无能 但是呢 他非常有蒸蒸骨气 对清兵送来的食物和饮水 兼具不受 说什么呢 我若饮汝一烧水 何以见仙人于地下 到了夜间 趁着看守的清兵不备 这个朱玉悦啊 就用一代上吊而死 少武帝呢 就和他哥哥龙武帝一样 他做到了国君死射计 绝对呢 是算一条好汉子 射死难明一地 又生擒难明一地 到现在呢 李承栋他这种功劳啊 在清朝啊 等于是到达最顶方了 说了少武帝呢 我在这呢 也交代一下 少武帝手下 那首席大臣苏关生 当时呼天不应 教地不灵 苏关生呢 就跑到他一手提拔了 他那生死好友 当时任这个少武帝 力不督起失忠的 叫莲户的 那个人那里 莲户呢 当时一脸忠意 听说清军已经入城了 非常平静 死耳 赴和颜 怎么一块死吧 这还说什么呢 于是两人就商定 分入厅堂左右的东西两房 双双呢 准备上吊训国 莲户他自己进入房间之后呢 掐住自己的脖子 嗷嗷嗷喊了几声 耳后呢 又把那凳子给踢翻了 在那给自己配音 旁边的苏关生呢 听这动静 认定这位生死好友 已经为大明自杀殉国了 他就提笔在墙上 大书几个字 大明忠臣义士 故当死 写完这几个字之后 苏关生就上吊自杀了 旁边屋子那个梁户 听得真切啊 等了一会儿 等到这个苏关生死透了 他马上冲进屋 指挥他自己的仆人 扛着苏关生的尸体呢 马上向他清军投降 丑表公呢 他就自称 我把这个伟大学士啊 把他给杀了 现在现以清军投降 乱世纷纷 生死啊 绝对是块试金石 忠奸善恶 亲情有情 眉丑正邪 一切人间大伦 都在这个时候的表现得淋漓尽致 梁户这个狗徒呢 肯定是明朝饱读诗书的 这儿的人 因此呢 他能把忠臣意识这种戏文 排练得如火纯青 投降清朝之后呢 他是个文人啊 他还起修名史 还得到清人的批准 最后呢 等于他还帮助这个清朝人啊 写名史 梅老师 我呢 在深圳待了三十年 我从前啊 特别爱自驾游 如果从深圳去广州 走那高速公路 开到一半的时候呢 总会看到一个大大的路标 上面写两个字 道教 这个道教的教字 梅老师第一次见这个字 我都不认识 道教这个地名呢 从了广州和深圳的人 还很熟悉 我估计全国各地别的地方的人啊 可能都没听说过 但这个奇怪 又海为人知的地方呢 却是李承栋杀奔到广东以来 第一次遭受惨败的战场 李承栋 同阳甲 他们率领的清军攻陷广州城之后呢 又杀入东莞城 东莞呢也是明末的忠臣元冲焕的老家 到东莞之后呢清军依旧是派人四处烧杀 救席不改 公元1647年1月 也就是满清的顺治4年 道教的一民 叶如日 他率领一帮人马呢 就在江边设服兵 突然之间啊杀出来 当时数百名清军啊杀得干干净净 因为这些人他没有任何防备 东莞清军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呢 又派出来这个增援的部队 很快又被义军杀死200多人 李承栋呢 当时已经是满清的广东提督 这个时候得知消息啊 他也是大惊失色 于是呢 他就派出他手下的总兵陈甲 由水陆啊前往 他自己呢率领大队人马 随后呢由陆路开始行军 气势汹汹啊杀向道教方向 明朝这些义军呢 当时有一千多只船 就在虎门和清军陈甲 所率领的清军呢展开大战 最终呢 歼面多两千多清兵 而且还把那个清军的总兵陈甲 给杀掉了 在此次战役之前 清军呢能与数十计 就把当时的广州奸城给吸破了 如今呢 竟栽在道教啊 这么一个小荷高附近 一时之间啊 明朝附近的老百姓和士大夫和士绅啊 群情激愤 清军方面战败之后呢 情绪低落 当时在东莞万江一带 抗清的明朝的将领张家豫 得知这个消息呢 也是赶紧啊 前往道教那个地方 张家豫夜如日 包括当时 伯罗的明朝举人寒如衍 这几个人又率领好多乡民 然后集合在一起 一天之内 这群义兵呢 就把东莞兼城给攻克 入城之后 把清军派在当地的官员 全部斩杀 本人是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大胜之后 这些人还上书给当时的永利帝 准备说他们要率军 克服广州 结果刚刚过了一天多 李承栋呢 率领他大队的清兵 就杀到东莞城了 然后就挥兵攻城 不知道东莞城内 当时有清军的内奸 还是火药确实受潮了 守城的一军呢 事先摆好 架在城头了 好多门大炮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 一个都没想 一个都没点着 清军人多啊 很快就攻上农墙 双方混战半天多 东莞城呢 最终被清军攻破 多名义军将领 都在这战斗当中的 被清军杀掉了 李承栋呢 成胜率领军队 要往前推进 很快呢 他就遇到了明朝一个将领 叫陈邦达的 双方呢 在望牛敦那一块开始大战 望牛敦如果我们在广山高楼算 也能看见这个路牌 清军和明朝的义军 苦战了七天七夜 最终呢 上千名义军战死了 杨邦达本人也在混战当中的 被清军杀害了 李承栋率领手下军队稍事休整 而后气势汹汹 直杀道教而来 张家豫方面的早准备 当时呢 他是以泥砖为蕾 然后呢 在泥砖后面弄了好多大炮 等到清兵进攻到进前的时候 炮火齐发 一顿乱轰 就打死打伤了不少清兵 在这次激战过程当中 李承栋他本人的坐骑 都被那炮火击中了 他自己摔落到泥中 狼狈不堪 这一次被击落马下 也是李承栋数年在战场遭遇当中 最危险的一次 正当李承栋进攻道教 不计可施之际 张家豫有个表兄 叫李好思的 这个人是个叛徒 是个奸贼 他就向李承栋逃降了 而且还献祭 就把道教 防守那些详细的情况 一一告诉给李承栋 最后还跪求李承栋 说事成之后 能不能把道教的一块好地赏给我 李承栋得知道教的详细的地形图之后 大喜 马上指挥兵马 就集中力量的进攻道教防守最薄弱的东北角 很快就攻入道教 入城之后 清军就开始图城 得把道教当地的无论是老百姓也好 守军也好 杀的一个不剩 特别是把张家豫和韩如远 他们这两家的宗族杀个精光 屠城之后 李承栋还真不食言 就赏给叛徒李好思一块上好的田地 这块地就是现在的南亚乡李州角 在这场大战当中 异军的首领叶如日 还有好几个明朝的领导旗的这些人 都一起站死在战场上 义士张家豫呢暂时得以逃脱 道教大战过后 李承栋的下一个目标 那就是在赵庆继位不久的 那个永利帝朱犹郎了 永利帝呢 是明朝宗室贵王朱长颖的二儿子 从真时期呢 朱犹郎被北京封为永明王 先前那龙武帝 在他自己御驾亲征的时候呢 也曾经讲过 永明乃神宗嫡孙 正同所系 朕无子 日后呢 帝位当属永明王 正是因为龙武帝说过这句话 因此龙武帝死之后呢 趋势寺那些大臣 就名正言顺的 拥立这个永明王朱犹郎为监国 龙武帝死之后呢 他那弟弟邵武帝 抢先称帝 而且在和永利帝在内空当中呢 他还获得先机 还得胜了 但高兴没多久 前面我没讲过 他所在的广州呢 就被清军攻克了 永明王朱犹郎称帝的时候呢 24岁 这个人长相特别好看 姿貌飘逸 而且这个人呢 对他的母亲非常孝顺 平时呢 又没有什么好色 研究这种恶习 因此在南明那几个帝王当中啊 他绝对算是人品不差的 这样一个人才 朱犹郎称帝之后呢 这位永利帝在和那少武帝 双方的交战当中啊 曾经被打败过 当时的朝政呢 也是一片混乱 当时拥戴永利帝登基的呢 是东阁大学士丁奎楚 这个人啊 贪婪五国 变数捧党 在永利一朝啊 裙带满朝 不久之后 广州少武帝 被清军秦杀的消息传来 永利帝当时也吓得够呛 由此呢 就开始了他长达16年的 文景祭陶的这种游浪帝王生涯 永利帝手下呢 当时只有忠臣徐氏四在赵庆坚守 永利帝他要逃啊 他就要求徐氏四啊 带兵和自己同行 让他护驾 无奈之余 军命难违啊 徐氏四就赶忙在赵庆啊 部署那些防守阵地 而后他就飞速赶往五州 和那已经逃亡在外 永利帝会合 不料想 永利帝当时已经不在五州了 几天前啊 他已经速留北陶 坐着船往北陶了 就奔往桂陵 井赶慢赶好几天 徐氏四呢 才追上这位脚底某游的皇帝 这个时候的永利帝身边啊 已经没多少大产了 而当初他在赵庆 上船准备逃跑的时候呢 手下大学士丁奎楚啊 李永茂啊 包括当时的兵部尚书王化成啊 公部尚书炎日蜀啊 什么这些人 都各携自己的家眷 还有财物 装满了好多大船 当时这些人呢 就当着永利皇帝里面 个个拍着胸脯 就说 我们要追随皇帝 咱们一起走 但是呢 走到半路 这些人啊 和他们那些大船 全都不见了宗阳 永利帝朱妖郎 刚在桂林喘息了两天 就有消息传来了 说李成栋啊 他手下那些清军兵将 已经攻下了赵庆高州雷州 武州啊 包括这个莲州 这些地方都被清军攻克了 而永利帝先前任命的 广西巡抚曹叶 他呢 竟然肉坦千阳 向李成栋也投降了 肉坦千阳 提到这四个字啊 说句实话 我们肯定好多人就感到苦笑 你看明朝这帮士大夫 这帮官员 平常读书挺多的 李一廉耻他们记不住 但古书里讲 那个投降的啊 这个礼节 你看他们都一事做足 把这全套都做全了 而永利帝手下最功于心计 最富于表演才能 最能走一步看三步的 最善于给自己留退山步的 但下场最悲惨的呢 就要数永利帝五英殿大学士丁奎楚了 丁奎楚呢 是河南永城人 他也是万历年间的进士 在重臣九年呢 他做官已经做到河北巡抚了 丁奎楚这个人胆子非常小 又没什么谋略 当时那后勤兵马进攻河北的时候呢 他弃军而逃 弃军而逃本来是重罪 由于他八级上了当时在北京执政的大学士温体人 给温体人送了不少好东西 最终呢免于朝廷重罚 后来洪光帝在南京成立 丁奎楚呢又被重新启用 任命为兵部幼侍郎 永利帝继位之后呢 发觉这个丁奎楚还挺殷勤 就封特为五英殿大学士 吏部尚楚 认为自己有拥戴之功 丁奎楚呢在这个永利一朝 那绝对是把持朝政 天天呢就是受惠卖官 而后头派出不少军士 在赵庆林阿霞一带啊 挖掘那个端燕老康石头 然后又派那些匠人 制作了好多精美的宴台 天天呢在那玩赏 还在那把玩 李承栋的清军攻陷广州 邵武帝自杀 这个消息传来之后呢 丁奎楚实际上 第一个知道消息的 当时他不慌不忙 还把这个消息隐匿不报 接下来他就派出自己的 一个亲信家谱 携带黄金三万两 一大量的七真一宝 到达李承栋的军营 表示要投降 李承栋非常高兴 即刻写信给丁奎楚 让他一切放亲 还表示说呢肯定要重用 这位丁大学士 所以当永利君臣 大溃逃的那个时候 这位丁大学士成竹在胸 当时呢他就把几年来搜刮 受贿那些财物 装满了四十艘大船 然后呢就在江面上缓缓而行 齐情齐景 恰似太平时节 那种太平宰相 寻疆游乐的 这样的派头 李承栋攻克了吴钊之后 丁奎楚呢又得到了李承栋的亲笔信 就让他呢赶紧过来主持联广政务 丁奎楚接信大喜过往 马上命令船夫加快行船 一直就往吴州进发 到达吴州之后 李承栋呢竟然自己亲自骑马 赶到岸边迎候他 而后呢大白宴席 款待这个丁奎楚父子 丁奎楚呢本来有三个儿子 因为战乱病亡死了两个 现在他身边只剩一个儿子 双方欢眼之间 李承栋呢就拍着丁大学士的肩膀 特别亲热跟他说 东南半壁江山 就靠老先生您和我们两个人 咱们一起支撑了 而后呢他又说明天早晨一起来 良辰及时 我要对你啊进行丰寿仪式 把我们大清梁光总督的印信 亲自交给你 听李承栋这样讲呢 丁奎楚这个老头 当时被感动一塌糊涂 就老泪横流 艳演过后 丁奎楚呢就回到他自己的船上 躺到船舱的暖背窝里 丁奎楚你想心情舒畅 很快就陷入美梦之中 到了半夜忽然有兵士上船 就让他下船 进入李承栋的营帐 说这李大人和他有要事商议 老东西不敢怠慢 敢忙带他儿子匆忙 进入李承栋帅 一进帅帐 丁老头就发现李承栋 端坐居中 他两边站立的兵士呢 各个是立目横眉 刀剑出窍 丁大学士也是个人精啊 即刻就知道事情有变了 敢忙双膝跪下 叩头不止 望大帅子杀我一人 饶过我妻儿吧 李承栋呢当时淡然一笑 他就说 你还想让我饶你儿子一死吗 他就一挥手 身边的位置上牵一刀 就把丁葵楚仅剩那个儿子 脑袋就砍下来了 然后敌着他脑袋 放到这个老混蛋的面前 丁葵楚呢 抱着自己的儿子的脑袋 就跪在那里哀嚎 李承栋呢又一挥手 一个兵士又过来 又来一刀 把这老混蛋也给结果了 杀了丁葵楚父子之后呢 李承栋马上要下命 让手下的兵士 把这老丁家的一家的男丁 全部杀光 而后呢又下令 把丁葵楚的一妻 四妾 三妻 二妮 都拨光脱镜 押入军营帐中 供自己手下那些兵将们 慢慢享用 丁葵楚死后 这个老匹夫呢 带来那四十艘大船 金银财宝 全部都归李承栋所有了 丁葵楚当时 如果把他的家产 当作这个军饷 四处招兵买马 完全呢 就能够抵挡清军三年两载的 国家危急关头 明朝这些文人士大夫的悲俗和狡诈呢 让我们今天的人呢 肯定觉得是瞠目结舌 当时明朝那些最底层的老百姓 那些泛夫走卒 在好多时候都会比这些人高尚的多 在明末清出朝代更迭 这样的关头 虽然说明朝呢 也有一些这个抛制头颅为一笑的一种书生义气 但我们更多见到的就是明朝世代和这种中年世故 还有在混乱年代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诡诀和奸诈 最终结果呢 却是一场空盲 由此呢 看到李承栋把这个无耻之徒丁葵楚和他全家都杀掉这事呢 我们心中啊肯定都有那种解恨的感觉 说起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毁佛和灭佛运动呢 我们一般都会想到三五一宗 历史上这几位皇帝呢 就曾经在国内大规模的发动毁灭佛法的这样的事件 实际上在明朝的嘉靖时期 也有过一次规模非常大的毁佛运动 但是这次运动呢 不被这个史学家或者老百姓所熟知 嘉靖皇帝大伙都知道 这是一个信奉道教的这样的皇帝 嘉靖皇帝继续不久 为了打压当时比较流传的藏传佛教 他首先呢 就在北京京城 放逐了一些法王啊 国师啊 和一些禅师 就回老家去了 紧接着呢 他又开始大肆毁坏佛像 嘉靖十五年 也就是公安1536年 嘉靖皇帝呢 还打算把工程内的佛殿给拆掉 改建成这个太后的居所 拆这个佛殿之前呢 嘉靖皇帝就派几位大臣去那地上看看 到底里面放的什么东西 结果就发现佛殿里面 储藏了无数的什么佛头啊佛谷啊佛牙 所谓的舍利吧 这些东西呢 有的是用金盒子装的 有的是用银盒子装的 也有散放的 反正不少东西 由于这些物件呢 箭术太多了 无法就是以箭术来数 最后只要称重 多少斤呢 一万三千多斤 受嘉靖皇帝所派去清理那些大臣 其中也有暗中信佛的 毕竟这些东西是佛谷嘛 于是有人就建议把这些东西埋了吧 但是呢 嘉靖皇帝信道教 在他眼里呢 这些抄查出来的这个物件 就是一万多斤的骷髅枯骨 这些东西怎么可能埋在紫禁城内呢 于是他就下令把这些所有的这些物件 都拿到宫外给我焚烧洋气 嘉靖十五年 他把这些什么佛谷啊舍利啊都给清理了 嘉靖二十二年 他要下诏 把这个靠近工程建的那个大慈恩寺 也给拆毁了 把寺庙拆毁之后 又把寺庙当中好多那些藩增都给驱逐出去了 大慈恩寺这座建筑啊 当时非常富丽堂皇 他是在宣德年间重新建造的 而且呢还能够登高望全 是当时绝对的名胜之地 正是因为嘉靖皇帝本人 这种厌恶佛教的态度啊 就使得佛教在嘉靖时期啊一蹶不振 后来一直到了万历时期 由于万历皇帝的母亲信奉佛教 内地的传统佛教呢才再次发展起来 每一说中国史 我们下集接着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也有一些运气 永历帝猪油郎还真是比较幸运的 至少在当时他还一直能跑得掉 在他身上生动体现了这样几个字 生命在于运动 几个月之间 他就一直在广西和湖南之间来回来去的跑 说句实话 他和他手下那些大臣那些兵士 快赶上马拉松选手了 有观众也会问 李承东不是很厉害吗 他的军队就追不上这永历帝吗 李承东还真不是说追不上 当时他是顾不上 因为他的军队在广东碰上敌手了 连吃败仗 当然了最后在李承东还是把广东起义的 那几支异军也都给灭掉了 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那些顽强不须的汉族同胞 对他也是非常有所触动 最终在李承东也想反清复明 不仅人在广东的李承东想反清复明 而当时满清的江西总兵和副将 也要反清复明 那两位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上集就说到 李承东也是想列宾新切 他就率领手下的清军 迅速的一路的马不停蹄 追杀难鸣的永历帝猪幽郎 逃到桂林的永历帝也是一直坐不安 当时他就在太监王坤那些人的篡道下 他就又想上哪跑 往湖南方向跑 大臣屈氏寺呢 就极力建祖他 就对着永历帝说 广西是战略要地 一旦我们轻易委弃这个地方 肯定会进退失据的 那样的话后患无穷 永历帝呢还真没架子 他跟那宏光帝还真不一样 他非常耐心的 还亲自写这个预书 还预笔亲书这个书信 给这个瞿氏寺 辩解呢 自己现在去湖南 完全就是为了 这个长久的 恢复大明的这样的一个计策 同时呢 他还让瞿氏寺啊 以兵部尚书和太子太父的身份 总管兵马 让他率领一拨人马呢 留守广西待遍 军命难违 瞿氏寺也没办法 他指的呢 在上书奏 就祈求永历帝啊 先在这个泉州驻臂 不要稳井忌逃 一听说这个清军 差不多离这近了 你就马上跑 就稍微的 在这个地方守卫一阵 七十四的理由很简单 你皇帝每逃跑一次 臣民的这个心啊 就涣散一圈 这样下去呢 你的后果不堪设想 永历帝呢 就跑到泉州 泉州就是今天那个广西的泉州了 此时前来迎驾的 是定曼国刘承印 刘承印 他从前的上司呢 就是明朝那大臣河腾交 刘承印这个人呢 貌似京中 实际上是个非常骄横跋扈的 这样的一个武将 见到永历皇帝 这个人呢 完全没有君臣之礼 马上当着这个永历殿的面 破口大骂 他身边的那个太监王坤 就说他是个物国全奸 永历帝呢 没办法只能把他身边伺候自己的王坤 别人放在外 王坤是好人吗 肯定不是好人 就是一太监 但是呢 手中卧兵的这刘承印呢 更坏 他呢 又和永历帝身边的宁臣马吉祥 那些人一派即合 被永历帝呢 封为公爵 安国公 我们想一想 这个人寸功未利 马上呢 就从伯爵啊 变成公爵了 立马就篡升了一级 桂林方面呢 从这个永历帝一行离开之后 上至这个总督侍郎朱胜农 下到这个桂林之府王惠青 这些官员 个个呢 都是三十六级走位上 脚底抹窑都跑了 大大小小的官员 一转眼的功夫 全部都跑个精光 唯独呢 剩下这个徐氏寺 包括县城 李世荣啊 等几个这种当地的下级官员 连同这个桂林兵民啊 一起困手孤城 李承栋到达桂林之后 马上指挥手下的清兵啊 展开进攻 桂林军民呢 也是拼死抵抗 而当时清军呢 依仗自己兵精良足 攻城器械呢 又很到位 一时之间 就有清军啊 登上那个桂林的西门城墙了 危急时刻 刚刚护驾涌立地到泉州 如今呢 又急忙赶回的 这个平瞒将军焦连 他从阳寿方向呢 积极杀回 率军进入文昌门 与冲入城的清兵呢 展开这个拼死的巷战 苦到两天 明军呢 杀敌数百 最终使进攻的清兵啊 落败而逃 此战过后呢 明军缴获了清军的战马 甲州啊 还有好多武器 取得了振奋军心的这个桂林大捷 艰难困境之中 取得如此大的战功 永立地呢 哎 竟然发指干嘛呢 指给这个焦连焦将军啊 一只伯爵封号的大红萝卜 当时并没有给他封伯爵 怎么说呢 就说你日后 如能取下平州 五州 肯定会赐你伯爵的 与此同时呢 因为这个桂林大捷 永立地对身边没有尺寸之功的 马吉祥等三个人 却立封为伯爵 借口是什么呢 这三个人有护驾之功 实际上所谓的护驾之功啊 应该就是一起逃跑之功 永立地这种做法 也确实挺浑胀 显然呢 朝政都是被那些宁臣 奸臣所把持 我们想一想 那个焦连焦将军 真正的是有护驾之功 安马劳类 他从桂林一直护怂 这个永立地 这一行人到了泉州 然后呢 争议未解 马上兴夜奸臣 率领手下人马 又回到桂林 和清军呢 展开遇死的 这样的奋战 而且还获得了桂林大劫 护驾之功 加战胜之功 而马吉祥那些人呢 不过是跟随 这个永立地左右 也就像随行太监一样 只是在身边跟着而已 竟能呢 轻易就获得伯爵 焦连焦将军 只能获得一个伯爵的 大公罗伯 那意思你等着吧 再攻打下几个城市 这伯爵才能归你 而马吉祥等人之所以能获得封决 完全呢 是那个军头刘承印 他的意思 他就想啊 笼络这几个天子身边的近臣 和他站在一条船上 没过多久 果然这几个人就一起劝谏 就希望永立地啊 一避武冈 武冈呢 就是刘承印的老根据地 是他老窝 由此一来 刘承印呢 就完全可以 这个邪天子以令诸侯 武冈啊 在今天这个湖南 而这个地方呢 位于群山之间 地势呢 非常这个狭窄 根本就不是什么战略要地 但最终呢 也不管 永立地愿不愿意 刘承印 马吉祥这些人 硬是胁迫了永立地的下旨 与那些大臣一起 转移到武冈 由此一来 永立地就完全落入了 这个刘承印和马吉祥 他们的这些人的掌握之中 刘承印 进入自家地盘之后呢 那绝对为所欲为啊 接连把好几个和他意见相左的这个朝中大臣给杀了 同时呢 他还随意下令斩杀 就南明其他那些友军派过来的军使 同时他还想废掉永立地 另立民王为敌 民王啊 就等于是朱明王朝在武冈当地的那个藩王 这民王家族呢 等于一直和这个刘承印啊 关系不错 永立地呢 正郁闷着 还乌漏偏遭连野鱼 湖南各地的南明军队也愤愤落败 孔有德率领清军呢 就直朝这个武冈方向杀来 刘承印 他一面骗永立地 就说啊 我们已经大败清军 同时呢 他暗中向那个清军的这个统帅 孔有德啊 暗中约祥 准备把永立地也作一个礼物啊 当做见面礼啊 献给孔有德 也幸亏从近处逃回的一个明朝宗室 慌忙拜见永立地 告诉他啊 清军啊 已经在三十里开外的地方 已经越杀越近了 听到这话 晴天霹雳一般 吓得永立地啊 当时是惊骇不已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幸亏清军方面的统帅孔有德啊 他是怕刘承印诈强 这个卖国贼呢 就不得不再次返回武冈城内 剃掉头发 来向清军表决心 恰恰是这个刘承印 这一来一往 给了永立地呢 包括他左奥的群臣有个机会 刘承印他老妈呢 还有他兄弟 还算有些良心 这些人呢 把那城门钥匙交给他们 永立地一行人 才逃出生天 清军呢 很快就得知消息 马上派这个刘承印啊 他们现在已经剃了发了嘛 绝对是真投降了 让他带领着 然后呢 随后就是追杀这个永立地一行 永立地手下 有个参将叫谢富荣的 他就率领五百多名兵呢 拼死断后 最终这些人全部战死 由此才能保得永立地 和他手下大臣呢 没有被清军追上 逃到半路 永立地呢 又遇到这个南明的总兵侯姓 率领手下人马五千多名军 等于是护驾随行 这一行人呢 又遮回到广西 到达柳州 在桂林方面呢 先前那刘承印 他派出的军事呢 和交连手下的军事 发生内讧 而当时李成栋呢 派出这个平乐和杨硕 两支清军 就对他们发动忽然进攻 这些人当时还你争我斗 还没醒过味儿来呢 幸亏趋势四这些人 只会有方 而且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 趋势四当时就冒了大雨 率领军队呢和清兵 进行殊死的这个战斗 又一次大败清兵 等于就取得第二次桂林大劫 在这几个月之间 永利皇帝呢 之所以能苟延残喘 他率领手下的群臣 在广西和湖南之间 来回窜逃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李成栋大军 在广东遇到大麻烦了 一时间呢就脱不开身来 全力追杀他 陈子壮陈邦燕和先前呢 在道教大败李成栋 那个张家豫那位义士呢 他们一直啊 在广东啊地区 纠击当地民众 就不断吸扰李成栋的这个军队 就牵制了李成栋军队 主力的他们的注意力 特别是陈邦燕 他当时率领两三万民军 从海陆入珠江 对外声称呢 要攻打广州 由此呢就使得当时的 清朝的广东巡抚 同洋甲呢连发疾书 赶紧命令李成栋 率领军队回元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一直在广西四处窜逃的永利地呢 才有机会摆脱 李成栋部下军队 对他的穷追不舍 义军首领张家豫方面呢 他就用率领手下的这个义军 攻陷了顺德县城 就和回元的李成栋清军呢 打起了游击战 陈子壮呢又在南海起兵 本来他已经约定了花山义军 一起里应外合攻入广州 不料想呢消息外泄 川甲和李成栋 这两个人就联军 把三千多花山义军啊 这个俘虏之后 全部活埋了 最终呢还大败 陈子壮的水军 趁着这个盛事 李成栋呢又率领手下军马 猛攻陈邦艳 一路追击 一直打到清源 最终呢 俘虏了这位对明朝一直忠心耿耿的这位书生 把陈邦艳这位义士呢 凌迟处死 临行之前 这位顺德义士还赴绝命师 其中有两句 鸭山多忠魂 前后赵千古 鸭山这个地方啊 就是先前元朝 把南宋这个朝廷灭亡的那个地方 其中过程呢 我们先前讲宋史的时候讲过 又过了几天 李成栋他手下的清军在增城 要把张家豫 他所率领的义军呢 打得大败 当时身重九剑的张家豫呢 眼看这个失败的情势 已经不可挽回了 他毅然决然就放弃了逃跑的机会 慷慨言道 大丈夫立身天下 事已至此 焉用徘徊 讲完这句话 他变败多日以来 和他一起作战的那些义军将领 而后呢 转身 头水自杀 李成栋在广东 绞杀明朝三中的过程当中呢 三中就是指陈子壮 陈邦彦和张家豫 这三位忠臣 在这个过程中 虽然说呢 他最终把这三个人 包括他们手下 数万的明朝的义军都杀掉了 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啊 想必啊 也是啊 有所这个震撼的 大家同是汉族血脉 同受这个昔日明朝的实录 这二臣一章 就能够以书生残弱之躯 做绝望无缘之斗 屡战屡北 不屈不挠 誓死如归 反观李成栋自己呢 也是堂堂七尺男儿 手握重兵 却甘为满人鹰犬 屠戮残杀同胞 同为汉人 同为人子 同为大臣 所有的这些呢 肯定会令李成栋这个人呢 心中有所感念的 公元1647年 趁着李成栋军队呢 在广东平灭陈子栋 那些人的骑这个机会 在桂林的趋势寺呢 就把永利地 从柳州又迎回到桂林 转年就公元1648年二月 也就是南明永利二年 在泉州住房的郝永忠呢 忽然率领军队 也跑回到桂林 他呢还暴称说 清军啊 一路都在追赶他 他就劝永利地 应该马上逃往柳州啊 去躲避一下冰封 郝永忠这个将领呢 他是这个李自成啊 大顺军出身 等于他是后来 归顺的这个南明 正是因为他这样的身份呢 他和明朝正规军出身 那些将领啊 他关系一直不好 所以呢 永利地手下那些武将 就没人听他的话 而这次回到桂林呢 郝永忠他手下那些人马呢 就一直缺乏这个粮草供应 眼见皇帝不听自己的建议 这位留贼出身的武夫呢 气恼之下 忽然呢 指挥他手下兵马 在桂林城内啊 大掠一番 这些乱军甚至冲入了皇宫府堂 不仅这个南明那些百官啊 被抢得一干二净 永利地本人啊 他那龙袍 也被这些乱兵啊 扒来抢走了 幸亏当时郝永忠那些部下 只是因为愤恨才到处抢劫 还真没有别的念头 否则的话 永利地别说龙袍 有可能脑袋都被这帮乱兵给弄走了 宝京离乱 到了三月间呢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帝王尊人的永利地 又逃到了南宁去避难 清军这次杀到桂林城下的时候呢 趋势寺也是仓皇应战 说来也巧 当时南明呢 有两个镇兵镇将 率领手下人马 正好赶到桂林 娇连呢 又聚集他本部人马 愤死和这个清军展开栗战 正是由于他们齐心合力 南明军队呢 竟然又获得了桂林第三次大截 虽然取得了三次桂林大截 但这时候南明兵马啊 说句实话 也是精疲力尽了 正当他们喘息 绝望之机 南明军臣呢 竟然忽然得到了 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呢 清朝的江西总兵金生环 副将王德仁 包括一直追查他们的广东提督 李承栋 这三个人 忽然就陆续宣布反正了 这三个人等于就对外公开宣布 他们重奉明朝政术 宣布反击满清 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金生环呢 他是陕西榆林人 王德仁呢 是陕西米纸人 这两个人啊 都是明末那农民军出山 金生环当时的外号是一斗素 王德仁的外号是王扎毛 这两个人绝对都是那种万人敌的猛将 金生环呢 在明朝末年就向左梁豫官军投降了 他等于是当时左梁豫48英当中 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左梁豫病死在九江 他的儿子左梁豫呢 很快就率领手下的人马向清朝投降了 然后就反击明军 当时的金生环 王德仁这两个人就和这个刘良左 还有那高晋库 他们一同配合 这个率领清军的进攻江系 长期呢在南常驻军 这两个人呢 虽然说是农民军出身 但是平时这个艳艳之间 两个人讲到明朝的父王啊 这两位前明将军呢还经常这个气下沾巾 对这个老东家的这个明朝啊 念念不忘之意 恰巧在当时 清朝呢有个姓董的这个御史 寻暗江西 非常傲慢骄横 九夕宴间喝了几口老酒 他就向那王德仁呢 索要一个他喜欢的非常漂亮的歌迹 让王德仁啊 派这个歌迹也陪自己 王德仁当时啊 只是愁畜了一下 没有马上答应 这位叫董学成 这个董御史就大骂 王德仁你算什么东西 我可以让你老婆陪我睡觉 何况一个歌迹呢 听董御史如此说 把王德仁就给惹急了 他当时按键而起 大声叫道 我王杂毛做贼二十年 却也知道呢 男女之别 人间大伦 安能贵附于诸狗之辈之前 以求狗活呢 说完这句话 他拔出键来 一键 就把这位董御史刺翻在地 这位不知廉耻的董御史 酒还没醒呢 就被这个王德仁刺成个透心粮 而后呢 王德仁一件又一件 把这位董御史大歇拔快 而后呢 他又满身血迹 就见那个金生环 细数啊 他杀人的缘由 两个人呢 在一起就宣布反正 王德仁金生环 他们两人的兵马 数目相加 应该是有十万多人 当时他们有两马万匹 所有的这个假蟹啊 都非常精好 这两个人呢 在江西宣布反正 当时是天下震动 通过我刚才讲述的过程呢 我们就能得知 在江西反正的主要推动者呢 是这个王德仁 那那金生环又是什么来头呢 金生环本来就是明朝的辽东人 明末大乱 他也造反了 他当时的这个外号啊 叫一斗素 这金生环 在和郑普金的这个相互攻杀过程中呢 还越打越有名 后来就被明朝大将啊 左梁豫收在麾下 左梁豫在九江死之后呢 他的儿子左梦庚 率领手下所有的军队 就包括金生环这些将领 全部向清朝投降了 金生环呢 当时等于是奉清朝的命令啊 作为清朝的先锋军吧 在平定江西的战役里呢 他非常卖力 先后参与了清军 什么攻取江西的南康 九江 建昌 圆州 辅州 饶州 吉安 广信 好多江西的地区呢 等于都是被他率领军队 这个攻取的 在向江西的进攻过程当中呢 和金生环同行的 还有一个支友军 这支友军呢 就是王体中率领的部队 而王体中这个人呢 他原先也是大顺的军将 后来向清军投降的 金生环和王体中 他们率领的部队 攻克九江之后呢 就派人持牌 这个前往南昌 对南昌当地的明朝官员 就说了 我们满昭大军 马步二十余万 但兮将至 很快就要杀到了 如果南昌城马上投降 绝对呢 就可以免遭屠城 当时南明那个江西巡抚 叫邝昭 还吓得面无人色 解艳而逃 城内其他官员呢 也是一哄二散 公元1647年6月19号 金生环和王体中呢 他们就乘着一个大船啊 就沿着一个干江 一直就到达南昌 占领南昌之后呢 金生环就想趁机 把王体中的部队也吞并 当年六月 清廷剃发令呢 就传到了江西 金生环马上率领 他手下人马 那尊令剃头了 但大顺军出身的 那王体中这位将领呢 却坚决拒绝 这种剃头的命令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金生环就私下笼络到了 王体中当时标下的 游击将军王德仁 在7月30号那天呢 他就假称义士 请这个王体中啊 到达自己的军营 王体中呢 刚入营帐 金生环呢 就说他 你不遵守本朝的剃发令 当时在现场 就把这位勇将杀掉了 而后呢 又经过短暂的这种巷战 又把王体中部下 那种大部分 忠于王体中那些将领 也都杀了 其余那些兵士呢 最终也受到了 王德仁的 他的招勇 全部归降了金生环 也计王德仁啊 本来就是王体中的部将 由此之后 金生环和王德仁 他们率领手下的这些人马 连战连结 攻下干州之后 金生环就认为 自己在平定江西之战中 已经立下了不适之功 再怎么样 朝廷呢 也得封自己一个侯爵当的 判来判去 金生环 他所希望的那高官后爵 倒没倒来呢 我们下集接着讲 我们现在的书籍市场 一般卖书呢 肯定要打广告啊 实际上早在明代 书籍广告业就已经非常发达了 明代卖书 那些书商 就为了取得这个更好的销量吧 他们这些书四啊 都采用这个好多方式 进行广告宣传 比如说做序言广告 这个序言啊 可以请来大明市来写 明代书籍的序言呢 是不受字数限制的 就能够充分宣扬出 所出书籍的内容提要 从而呢 就为这个读者提供购买参考 另外一种广告呢 就是通过书籍的名称进行宣传 这种宣传呢 能给读者带去这个最直面的冲击 因此呢 在书名这小小的方寸之地 明朝那些书商啊 绝对是尽其所能 挖掘广告效应 一方面呢 那个书商用很大的字体 书写书籍名称 给人以强烈的一种视觉感官刺激 另一方面呢 他们还对书籍名称啊 进行了多重修饰 有的书商呢 为了表明自己科研的书籍的版本 非常特殊 就在书名前呢 加上什么古本啊 秘本啊 经本啊 等等定语 所谓经本呢 就是指当时在北京和南京 刊行的这种书 这种书呢 质量非常高 除了书商 假借经本这些名目 还是这个宣传以外呢 好多书商也会在书名前呢 加上什么重定啊 经定啊 等等修饰词语 以此来讲明啊 自己所认的书刊吧 他的刊课时间和内容质量 和别人不一样 由此呢 来吸引那些 追求新奇内容的 和精致编辑的那些读者 除此以外 有的书商呢 还在书名前 加上什么拳相啊 秀相啊 等等字样 表示他自己所认的书啊 这个当中有精美插图 而且文图相合 赏心悦目 清朝的江西总兵金生桓 还有副将王德仁 这两个人为什么判清呢 归根结底啊 实际上是个劳资纠纷问题 这两个降将 还一直为清朝卖命 一直在江西攻杀 立下不少功劳 最终封赏呢 就非常微薄 不仅封赏微薄 还被这个江西巡抚 那些文臣看不起 本来这两个汉将 就憋着一肚子邪火 最终呢 他们的邪火 又被清朝当地的 一个好色的董御史给点燃了 变成大火了 江西的金生桓 王德仁 这两个人扯其造反了 那么广东的李长栋呢 对于他本人来讲 也是有分配不均的这种委屈 当时北京的满清朝廷呢 肯定是更加信任 努尔哈士 那个时期就过来投靠自己的 童家人 这童阳甲和李长栋两个人 一起在两广作战 其中李长栋出力最多 最终封赏赵令一下来 童阳甲呢 却得到更大的官 选择来选择去 李长栋也忍不了了 决定反清复明 李长栋做出这样的抉择 有利益选择吗 有 其中更重要的 还是他内心深处啊 良知未眠 金生桓呢 和王德仁这两个将领 费尽千辛万苦 为清朝呢 打下了江西地区 不久 这个北京朝廷 封赏文殊 终于来到江西了 金生桓呢 只是被封为一个副总兵 这个职务呢 还真不如他在南明 洪光帝时候 他的官位 当时他都是总兵了 至于他的新副将领 王德仁 干脆就什么封赏都没得到 还是依旧当他的把总 我们想一想 这两个人 从九江一直杀到干州 军功卓著 如今呢 竟然得到这么低的封赏 因此这两人心里当时啊 那感觉绝对是霸凉霸凉 失望至极 有人可能就会问 金生桓王德仁 为清朝立功不少啊 为什么仅仅得到这样的待遇呢 这呢就有必要说一下 清朝进入中原初期 他们对待不同成分官员的 就那种原则 清军入关之后呢 随着他们占领的地盘越来越大 人口越来越多 投降的明朝兵将呢 也是越来越多 入关之后 清朝这个朝廷啊 把军队啊 按照成分 基本上分为四等 第一等 肯定是满洲八旗了 第二等呢 是蒙古八旗 第三等汉军八旗 第四等就是陆营兵 而这第四等陆营兵 主要是由投降的 就先前的明军 那些人组成的 金生桓王德仁 就属于满清最末等的 陆营的 这样的军将 而先前在广东立下大宫 李承栋 也是属于陆营兵的统领 满清朝廷 在军队当中这种分级 实际上就代表着 满清朝廷对不同出身的 这些人员的信任度 满洲八旗 蒙古八旗 肯定都是自己人啊 忠诚度 不用怀疑 汉军八旗呢 向这个满清 归附已久 也值得清廷信任 而那些入关后 才陆续投降 陆营兵 满清对于这些人 还真不是 非常放心 也正是由于怀疑 这些陆营兵将的 这个忠诚度 所以呢 对于这些人就不可能非常快的给他们高官后路 满清八旗这些人上马出征呢 当时是试战功优次 分为三等 如果得了优等 一旦下马凯旋续功 马上就给市值 而陆营兵的考核标准呢 就非常严苛了 一名陆营兵 临阵奋勇拼杀 只加攻一次 累积了24次 才能得到什么呢 五品云其位 这样的市值 也就是说呢 当时为满清卖命的 这陆营兵将 就是这些汉兵 在每次都要拼老命的情况下 你要是打24次仗 才能得到一个市习的 还这么样一个低级的职位 我们要知道 真正到了战场上刀枪无眼啊 你有几个人 还能真正有命 在战场上立下24次战功呢 由此可见 满清这个条件啊 对于那些投降的汉兵汉将来讲啊 太苛刻 金生环 接到这个副总兵的封号之后呢 就心里憋着邪火 正在咬牙切齿之间 清朝那个江西巡抚张于天 又火上浇油 张于天呢 是个汉人 但他是个辽东人 他这一家子 很早就向当时的后金政权投降了 他本人呢 还是崇德六年的举人 也就是说呢 张于天他是清朝科举制度下 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官员 这样的人呢 是肯定会得到清廷重用的 顺治三年 张于天就被这个清廷啊 委任为江西巡抚 张于天和这个金生环啊 本来他们都是辽东老乡 但是他从心里就根本就看不起武将 更看不起贼将出身的这个金生环 江西官员每次开会 那些文官嘛都在堂上坐着 什么金生环啊 王德仁这些武官 只能在堂外就坐 面对张于天 这个张巡抚对自己的羞辱呢 金生环呢 还是不露声色 但王德仁就非常生气了 每次看到张于天呢 他就忍不住怒气 压关紧咬 张于天这个文官巡抚呢 他也看得出这王德仁对自己不满 而且还总是笑着对他说 王八总 你想造反吗 想杀人吗 官大一击压死人啊 听这位江西巡抚如此这样说 王德仁呢 也只好低头不语 正是有这张于天 这个张巡抚 他对待武臣啊 这样的这种榜样 江西那些别的文官呢 也有样学样 对什么金生环 王德仁这些武将啊 总是巨要不公 根本就不拿那么当回事 不仅如此 江西这些文官呢 还不停向这两人索惠 逼他们呢 交出大笔金宝 孝敬自己 而最过分呢 就我们上集讲过 当时作为这个巡难 那个董学成呢 甚至要抢抢王德仁 喜欢的这个美貌的歌姬 一直受欺负的王德仁呢 你想武将啊 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当时就想背叛满清 但王德仁也知道 如果在江西造反 他一个人实力肯定是不够的 必须要拉上金生环 金生环呢 当时虽然也有反义 但他全家啊 都被满清 扣在南京当人质呢 因此一直不敢轻举妄动 满清朝廷 对于投降的那些前名将领 包括大顺金的将领也好 对这些人一直不放心 因此呢 一直把他们家属啊 要不就扣在南京 要不就扣在北京 锦衣玉食 实际上呢 都是高级人质 这时候呢 王德仁就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就串通了金生环 他一个木兵 还叫黄仁龙的 秘密就向金生环进言 说南明那龙武帝终于见 没有死 他现在躲藏在五子寨 金生环一听 马上就派这个黄仁龙秘密去找寻 黄仁龙在外头逛了一圈 回到南常之后 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 两道的 这假的赤命 就以龙武帝的名义呢 封金生环为镇江宫 封王德仁呢 为维新侯 金生环接到这个文言状之后 大喜过望 公元1648年正月呢 满清的江西巡抚张于天 忽然带人呢 去瑞州了 瑞州就是今天江西的高岸市 他到那里呢 本来是吓唬当地的富户 让他们交钱给自己 趁这个机会 王德仁呢 又指使金生环幕僚荒人龙 撑击呢又向这个金生环进言 张勋甫这次外出 去当地搜刮金银财宝 绝对是假的 真实用意 是要对您动手了 前几天我就听说 省内数千北军大举调动 那些八旗都向我们这边来 我估计这次张勋甫 很有可能就是和他们会合的 他们集结之后回到南昌 肯定要对大人您要下手了 而恰巧在此时呢 金生环那些家人 从南京来到江西 和他团聚准备过年 由此一来呢 金生环造反就没了后顾之忧了 于是呢 这位金生环就召集 他手下那些将士 还准备启示 而当时这个王德仁呢 还是不放心 他怕真正到了解要关条 金生环又反悔 于是呢 他又决定先发制人 传令他自己手下的兵马 把南昌的七个门都封住了 而后呢 他又进入那个悬案官邸 和那位董勋案一起喝酒 这位董勋案呢 还不止死 还要抢抢王德仁的 这个喜欢的这种美貌的歌迹 结果呢 被这个王德仁大蟹拔快 杀掉董勋案之后 王德仁呢 挥刀割断自己的发辫 同时下令 在江西南昌 那些驻营士兵 全部去辫 眼见事已至此 金生环也没办法 只能啊 马上就宣布反正 而后呢 他们两个人在江西 又出榜安民 改年号为龙武四年 由此一来 就在公元1648年 也就是满清的顺治五年 南明的永历二年 正月27号这一天 江西大帝呢 又重新 飘起了明朝的旗帜 通过上面所讲呢 我们可以见出 历史上好多重大的事件 导火索呢 往往就是一件小事情 如果当时没有那董御史的好色 可能金生环啊 王德仁这两个人 只是存 恢复明朝之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那种要背叛满清的那种心啊 可能慢慢呢 也就会暗淡下去 这两位将领呢 最终非常有可能 也就是在江西呢 行归倒计 一直做大清的这个顺臣 北京的清廷 得知金生环王德仁 这两个人反了 马上呢四处调兵 这个时候呢 在广东的童阳甲 就急忙命李承栋 率领军马 去入园赣州 当时为清朝守卫赣州呢 是大将高进库 金生环王德仁 他们手下的兵马呢 在这儿正在猛攻赣州 接到童阳甲的命令之后呢 李承栋这个时候还不动声色 他也不出兵 静观十遍 本来呢 这李承栋和童阳甲 他们两个人级别是一样的 而两广大部分地区 都是李承栋率领自己的手下 一路血战夺取的 先前我们也讲过 南明的龙武帝 少武帝 这个两个皇帝呢 都是被李承栋所侵杀的 殊不了呢 最后对于清廷论功行赏 满清朝廷呢 还是重用童阳甲这样的辽人 因为童阳甲这一族是辽阳大族 他们在很早呢 就向当时的后金投赴了 于是呢 北京的清廷就封童阳甲为广东巡抚 兼梁广总督 李承栋呢 当时指得了一个梁广提督 这样的官职 梁广地区的一切军务大事 都是童阳甲一个人说了算 得到封决之后呢 李承栋的家属 也从江南地区啊 往这个广东 在路上赶路 而李承栋这些家属 在从江南进入广东的路上呢 肯定也目睹了金生环王德仁 那些人反正之后啊 各地反清复明的大事 多多少少呢 对这个李承栋也进行过劝说 各种史料当中记载最多的呢 当属李承栋啊 他一个宠妾 这个美人呢 以自杀这种行为 来激劝李承栋反正 美国历史学家威克曼 这个人是专门研究中国这个南明史的 他的考据非常严谨 这个威克曼在他的书中 也曾经提及过啊 这一位深名大义的美妇人 明末清楚呢 有个文人叫扎记佐 他写过一本书叫国寿路 根据这本书记载呢 这位以死来鸡劝 李承栋的这个美女呢 叫张玉乔 而另外有个文人叫前承之 他写过一本所知路 在他这本笔记当中呢 又称这位美妇人是姓赵 她是李承栋的妾 无论是姓赵还是姓张 李承栋身边呢 肯定是有这样的一个美人存在 与此同时 先前相亲的这个明朝大臣袁鹏年呢 就一直也知道李承栋啊 泱泱不快 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又挺好 因此呢 就在二人喝酒闲谈之间 袁鹏年呢 也一直劝李承栋反正 李承栋呢 有个养子叫李元印的 他也经常劝他这干爹啊 反清复明 有一次呢 这爷俩登上岳王台 再上了一呆就呆了三天 密磨了三天 在这三天之内呢 李元印纵谈天下大事 流着眼泪啊 就不停劝说他干爹李承栋啊 要小以大意 最后呢 李承栋扒刀而起 当时就放下狠话 事迹不邪 自当以敬学 以报本朝 他口中的本朝呢 肯定就是明朝 袁鹏年这个人啊 他是明朝大文人 袁中道的儿子 袁中道呢 这个人特有名 明朝的大文士 本人是疏狂不济 袁鹏年这个人的人品性格呢 和他爹差不多 而明朝文人的那种习气呢 也导致袁鹏能言的后半生啊 他的行径也是反反复复的 我们日后讲南明史 会详细讲到这个人 从阅王台上下来 回到家中 李承栋呢 那位美貌的爱妾也不断劝他趁机反正 恢复明朝 李承栋呢 又怕妇人嘴碎 泄露大计 当时还假装发怒 对这个美人就大声责骂 谁料想呢 这个美人是个烈性妇人 操刀在手 凯然说道 民工如能举大意反正 妾请先死于前 已成君子之志 说完这句话 美人呢 横刀在尽 用力一挥 顿时就香消玉云 自杀了 这事情发生的太快 李承栋呢 当时也来不及解救 当时是腐尸痛哭 此事发生之后呢 他就更加感愤 就决意反清复明 南明永历二年 阴历六月十号这一天 就是公元1648年 李承栋呢 就在军中忽然宣布反正 遵永历朝为正硕 他本人呢 也便衣官服 从先前那满清打发 变成这个明朝官员 这样的打扮 宣布反正之后 李承栋也不敢怠慢 马上啊 指挥自己手下人马 把那个同阳甲手下呢 一千多名 辽级的亲兵啊 就那些满人全部杀掉 而后呢 他又裹挟着同阳甲 一起向永历朝 递这个响表 由此一来 当时广东的石郡 七十多个县 共十万多兵马 全部呢 归附南明 南明永历皇帝大喜啊 马上封李承栋为惠国公 封李元印呢 为锦衣卫指挥使 封李元彭年呢 为都御使 就连那位被李承栋裹挟着 迫不得已投降的同阳甲 也被永历地封为香平伯 匹吉泰来 广东江西湖南湖北 大部分地区 一时之间啊 变数明朝的旗帜 等于是禁赴明朝一官 不久之后 什么靖州 元州 吴州 金川 宝庆 等等那些州县吧 也相继反清复明 当时的形势呢 对于永历朝廷来讲 绝对是一派大好 李承栋呢 重新做人之后 对于南明朝廷啊 确实是忠心耿耿 他不仅派人 在桂林把永历地父亲的灵寝 修整一心 同时还派出兵马 迎这个永历地啊 一臂赵庆 前面呢 有那刘承印 挟持这个皇帝到武冈 这样的前见 当时南明大臣 徐氏四呢 就上书 请永历地到桂林 就劝他不要去赵庆 不过当时 徐氏四这份担心的 还挺多余的 李承栋对这个永历地 当时啊 绝对是一份纯诚之心 他在赵庆当地呢 修制宫殿 重建官署 而且把那城防部署 全部都修起一心 同时呢 还建立起 还一支这个严整的禁卫军 还准备给这个永历地啊 当这个护卫用 公元1648年11月 永历地呢 驾临到赵庆 李承栋的出身呢 我们前面也讲过 本来他是这个农民军 这个起义的将士出身 后来呢 他又作为高捷部下 等于是又被明军招安了 又当过官军 后来他才向清军投降 在建永历地之前 他见过这个龙武帝的尸身 和那个登基呢 仅仅一个多月 就为他生亲活着的少武帝 现在呢 他奉这个永历地 朱幽郎为正术 为真皇帝 他呢 就还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见这位明朝的新军 进见皇帝之前 李承栋就请来一帮儒生 向这帮人呢 就请教 我见皇帝的时候 这个礼仪 这个礼拜怎么做啊 这个皇帝问我话 我怎么回答呀 等等等等吧 必见之时呢 永历地对待李承栋 还特好 和颜悦色的 马上赐座给他 让他坐下再说话 而当时的李承栋呢 只是跪伏在地上 浑身乱颤 没有一句大言 最后呢 叩头驱出 什么叫驱出呢 就是迈着小快步 快速地后退着 这个退朝 这种行为呢 是对皇帝的一种敬礼 李承栋出殿之后呢 他的手下那些参谋挺奇怪的 就问他 大人您为什么 没和皇上聊几句呢 那皇上问您话 您也没说啊 没说什么呀 李承栋这时候就回答 我乃武将出身 荣旨声音 虽然近义内敛 游绝勃勃高升 我就怕 在回皇帝话的时候 惊动了皇上 有失人称之礼 由此呢 从前这位杀人如麻 嗜血成性的李承栋 李将军 忽然就改心革面了 不过从另一方面讲啊 永利皇帝 确实有人均的威仪 在永利16年 就公元1662年 就那后来了 他最后被那吴三桂 抓住我们 关进监狱了嘛 当时那些清军 汉军 各级官将 出于好奇啊 都参观这位爷 就看看这长什么呀 见到人在狱中 这永利弟 都自觉或不自觉的 对他什么呢 或败 或扣手而退 吴三桂本人呢 前往去见这个永利弟 永利弟当时就问 来者为谁啊 当时的吴三桂呢 竟然双腿打晃 还一下跪那儿了 而且是伏地不能起 当时这位叛贼的表现是什么呢 色如死灰 流汗夹背 由此呢 就可以想见 永利皇帝 周游郎这个人啊 确确实实 是明朝的这个皇家出身 他的仪表是非常堂皇的 绝对有那种 九五人均之相 为了表示对李成栋 这位李将军的尊宠 永利皇帝 当时还下诏 拜李成栋为大将军 大司马 同时呢 还仿效前朝 就是汉朝 刘邦 拜韩信 那种过程 对李成栋呢 风谈拜将 赐以殊荣 李成栋呢 为报这个永利帝 对他的这种信赖之恩 他就马上返回广州 募兵治军 准备呢 进入江西 声援金生衡那些人的起义 共同恢复大明王朝 那么面军之后 对于永利帝和他身边的大臣们 李成栋本人 他有什么感受呢 我们下集接着说 公元1626年 就是天启六年 五月初六 就是杨历的五月三十号这一天吧 北京城啊 打街上本来是嘻嘻嚷嚷 非常热闹 上午九点钟中 忽然呢 发生了一阵巨大的爆炸 冲击波 剧烈袭来 紫禁城附近 包括紫禁城内部 这个天空啊 即刻落下了无数人类残缺的肢体 仅仅几秒钟 街道上到处都是尸体 当时那天启地猪妖叫呢 正吃东西呢 大爆炸一发生 他腿脚还真快 偶然一声他就跑出去了 往建极殿方向跑去 沿途呢 那爆炸崩起的那个建筑物的大石块吧 还把他身边的一些位置砸死不少 天启地还特机灵 灵敏脚洁 躲到建极殿一大桌子底下躲起来了 这次爆炸呢 天启地没事 但是北京城内已经有五百多人被炸死了 一万多间房屋也被炸毁了 最关乎明朝国运呢 就当是天启地啊 本来啊他有一个小男孩 也因为这次爆炸 可能是受冲击波影响啊 或者是被什么东西砸中了 很快的这小孩就死了 因此大明朝这个天启地死后呢 他就没有后代 如今几百多年过去了 无论是当时的人 还是我们后世人 都对天启大爆炸啊 产生了非常多的疑问 天启大爆炸最直接的答案 就是北京附近啊 有个叫王宫殿的地方 他是明朝军队啊 储藏火药啊 这样的一个仓库 一般呢都认为是这个仓库的火药爆炸 后来呢还有一些学者认为 就说当时啊 地底啊天然气窜出来了 引发了这个火药 所以才造成这么大的动静 而这次天启大爆炸呢 他那个爆炸之后 引起的冲击波 可能是从地下扇形往上旷张 力量非常大 而明朝人的衣服呢 又穿的非常宽松 许多人呢就被冲击波 把衣服给弄开了 当时呢又初夏时分 人们穿的又比较少 因此这个大爆炸过后啊 大街上啊 包括紫禁城内 才出现了好多这种 尸块残肢 大爆炸发生之后啊 朝野的东林党人 为了抹黑魏忠贤 还为首那些烟党 就是大肆的各处夸张 就是这场爆炸啊 是银祸引起了天灾 是上天事情 天启皇帝呢 当时也挺害怕 大爆炸之后 他就下发罪己招 金兔党人 为了抹黑魏忠费 和尸块男人 为了抹黑魏忠费 和尸块男人 为了抹黑魏忠费 和尸块男人 要抹黑魏忠费 和尸块男人 宣布反清复明 他归附了南明的永利地之后 仿佛是在赎罪一样 非常赤诚 估计当时在他的心中 一直滚动着一句话 什么话呢 我想做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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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在真实历史当中 或者是在现在有时放的一些历史电视剧一样 坏人一旦翻译悔悟 他想成为好人 最终的结局 一般还都挺悲惨 他提兵北上 反清吗 理痴败仗 最后他本人也在悲愤当中死去了 可以说是壮烈牺牲了 但至少在他死前 他是无愧于心的 李承栋死后 南明那位如惊弓之鸟一般的永利地 又是一直在逃跑逃跑 跑来跑去 永利地最终还是被叛贼吴三桂抓到 他被吴三桂抓到之后 结局可想而知 我们上一集就说过 李承栋反正之后 他就亲自去赵庆 见到南明的永利地朱油郎 在赵庆的时候 李承栋对永利地身边的宠臣 宁臣马吉祥 对他的印象很差 马吉祥当时的权势非常非常大 而且能左右永利地 李承栋回到广州之后 出于耿耿中心 还给这永利地上了一封书奏 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恩威不出陛下 而出旁门 小人烂尽 祸会攻行 设计存亡之大 此非小事 臣不敢不言 李承栋这封书奏 马吉祥肯定是先见到 看到这封书奏之后 他心中愤恨 他就觉得李承栋这个人不好控制 不久之后 李承栋就集结兵马 准备北上南雄 进入到江西境内抗青 临行之前 他还想到赵庆和永利地 亲自辞别 马吉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赶忙在宫中造谣 说什么呢 说李承栋就是消防 当年的董卓和朱瘟 趁入见皇帝的时候 解散皇帝的亲兵 然后派他的旧部 来替代皇帝的亲兵 目的就是想把皇上当成傀儡 毕竟李承栋在先前 曾经疯狂屠杀过明君 永利地听到马吉祥 此说之后不能不移 于是他就派遣红楼清 有个叫吴侯的大臣 前往广州安抚李承栋 告诉李承栋 你不必前来 李承栋 毕竟是出一片赤诚 对于马吉祥在朝中造他自己的谣 这个事一无所知 一直到他半路上 见到他的栗子李元印 才知道他自己被马吉祥冤枉 这样的实情 听到这个实情之后 李承栋还叹息说 我现在刚刚归附国家 一劝面君就是正常的礼节 此次出行 我誓死领北 我这次只是想和皇上辞别 交互公卿大臣以后事 没想到小人被凶凶如此 恨无不能剖心事成 作售无君之霸 徒与血肉赴灵表尔 李承栋这个时候已经到达了三水 结果永利帝派来的使臣 持马而至 依旧下赤 让他用不着入朝 李承栋这个时候也是非常失望 他就朝着赵庆的方向跪下 失声痛哭 就地拜祠 而后呢 他就从清远上船 顺流而去 临行之时呢 他大声叹息道 想来啊 我再不能重新度过这个侠口了 清清方面 得知江西广东 已经是短清复明了 于是呢 马上在中原地区 聚集满军 清军 汉军 数万人吧 其中一支 由孔有德 戒尔哈朗指挥 这个一向胡广 另一支军队呢 由谭泰 尚科席 等中明率领 直扑江西南长 在南长方面 当时主持政局的 就是先前已经宣布反正的 金生衡和王德仁 公元1649年3月1号 也就是南明永历三年 清军呢 开始大肆反顾 很快南长就被攻陷了 眼见大势已去 金生衡呢 杀妻死 焚就舍了 最终呢 自完而死 而那位王德仁呢 率领手下兵马 一直和清兵展开巷战 最终也是死于战场 一直在湖南地区 坚持抗清的 明朝统帅和腾交 不久也被清军俘获 他在湘潭 英勇就义 李承栋从广东出发 提兵北上 这一路上呢 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屡战屡北 当时天下大势呢 好像老天爷 就是不帮助明朝 我们想一想 先前李承栋 他作为清军的统帅 从北往南打杀的时候 一路是势无破竹 宣布反清复明之后 他由南王北打 却连遭拜计 十多万大军 沿路之上 伤亡殆尽 在得知南昌 金生衡 王德仁 这两个人败王之后 死守干州的 清朝大将高晋库 这个时候再无北顾之妖了 于是呢 他就聚集全部的精锐部队 在江西信方 开始大举进攻李承栋 双方熬战一天 李承栋部下呢 最终大多战死 这个时候呢 部队的粮食又吃完了 士族溃逃了很多 处境非常不妙 丧败之谊 李承栋手下部将 就请李承栋啊 咱们暂时退失 咱们先退回到广东 寻找机会 咱们再图兴富 此时呢 已经十分绝样的李承栋 所久痛饮 最终呢 头碑余地 大声言道 无举千里之地 效忠营主 天子祝坛以大将拜我 今出师无功 何面目重见天子也 说完这句话 李承栋呢 竟然不带任何一个随从 控马持功 开始渡水 直冲清军大营 估计当时的李承栋 是饮酒过量 加上他那种伤心欲绝 他竟在中途之中 就摔在水中了 从马上摔下来了 最终是欲溺而亡 淹死 由此一来 这位明末清出的 贵子守名将 终于结束了 他那令人费解了 充满杀戮的 反反复复的 却又不失波澜壮阔的一生 不久之后呢 李承栋战死杀党的消息 永利帝朝廷 南明朝廷 振道 曾太父 宁夏王 给他的嗜号呢 是中列两个字 李承栋死之后呢 值得交代的另外一个人物呢 还有这个李承栋的养子 李元印 李元印 他是河南南养人 本来啊 他是儒家子弟 就是他们家啊 等于都是读书人 李承栋先前跟着高杰 到处造访的时候呢 到处也是劫掠这两家子弟 然后呢 就养以为子 所以从少年时代起 这李元印就一直跟随 这个李承栋出生入死 李元印这个人呢 毕竟是读过书 知大义 气量宏大 李承栋先前向清朝投赴的时候呢 李元印就泱泱不乐 日后的李承栋决心反正 反清复明 李元印啊 出的这个力气是最大 清朝那统帅童阳甲 被李承栋等人 挟迫了 投降南明之后呢 这也是个大汉奸 他还是一直郁郁广欢 他暗中啊 一直派人和清廷联络 准备随时随刻作为内应 来反攻明军 后来 童阳甲派出了一个信使呢 被李承栋军队啊 这个军舰给抓到了 李承栋非常生气 就马上派人想 把这个老童啊 给杀掉 当时正是李元印 劝李承栋 说这个童阳甲 已经被皇帝封了爵位了 杀他这样的大臣 一定要事先 禀报皇帝 皇帝准了之后 正在杀他 李承栋呢 对这个杨子李元印言听计从 于是呢 就当面骗这个童阳甲 就说 朝廷啊 准备派他率领军马 吞军在吴州 童阳甲听到这个消息呢 非常高兴 本来他就一直装病 听说现在 永利朝廷 把他这个派为外镇 觉得自己呢 绝对能够交龙入海了 于是呢 他急忙带上几百名亲兵 上得船之后呢 就顺流而下 在这期间 李元印呢 已经得到了永利帝的手谕了 让他杀掉童阳甲 结果 这童阳甲呢 这大船走到半路 李元印的大船就追上来了 话不多说 李元印呢 宣布 永利皇帝的手谕 即刻就把童阳甲 把他手下的亲丁数百人 全部杀掉 李承栋在信封战死之后呢 永利皇帝 对他这个杨子李元印 依旧是信任有加 永利四年 清军进攻美领 当时明朝那个将领罗承耀 放弃南雄 他跑了 见到当时的南明大势已去 这罗承耀呢 就暗中约降清军 他就想攻取赵庆 立个头功 永利帝增职这个消息之后 盟派李元印 撑击把这个国贼给杀掉 李元印在平时呢 和这个罗承耀这两个人关系不错 于是呢 就约他一起游船饮酒 罗承耀呢 也不知道自己暗中降清啊 这个消息已经泄露了 接到李元印的邀请之后呢 他马上就上得大船 和这个李元印一起开始喝酒 罗承耀喝到半截还挺高兴 就在船上的那个绳床之上 来回忽悠 一边忽悠一边喝 这个时候李元印 左手端的酒杯 右手忽然抽剑 一剑就把这贼将 还吐个透心凉 罗承耀被刺在当地 旁边陪酒那些将领啊 大惊 李元印呢 此时不慌不忙 马上拿出 永利皇帝的手翅 给众人看 说什么呢 就几个字 有赵 斩罗承耀 而后呢 根据史书记载 李承印 一师敌血 行酒 歌吹如故 由此可见 李元印这个人 绝对是有忠 有志 有勇 不久之后呢 清朝大军又开始紧逼 永利帝又开始逃跑 李元印呢 当时是以孤军守赵庆 虽然说势丹利孤 他竟能呢 率领手下人马 在西南役 把一支清军给击败了 可恨的是呢 永利帝也和他那帮臣下 都各自抱头鼠串 李元印最终啊 还是孤军不知 被清军啊 包围在御林 眼看众寡不敌 李元印就穿上大明的朝服 然后登城四拜 当时哭着大声叹道 陛下赴臣 臣不赴陛下 说完这句话呢 他举荐自文而死 从那之后 广东大帝呢 重新又被清军占领了 在李成洞占死之后 南明真正能打仗的 这些大将基本都没了 公元1650年年底 桂林城又被清军攻陷了 明朝那位大忠臣 瞿氏四也壮烈殉国 永利帝一行人 逃到南明之后呢 又受制于当时的 权臣孙可望 孙可望就是从前 张献宗手下的大将 再后来 虽然有李定国啊 那些忠臣义士 对他加以拥持 但南明朝廷啊 一直因为朝中奸臣当道 四面交困 又苟延残喘了12年之久 最终呢 历境艰辛 逃过白死 永利帝在缅甸 又被当地人 给卖了 把他绑起 交给了大汉奸吴三桂 永利十六年 燕利四月十五号 也就是清朝的康熙元年 公元1662年 永利帝猪妖郎 就被大汉奸吴三桂 以公衔 嚼死在昆明的壁子坡 十年四十岁 南明灭亡 明末清初这段历史当中呢 我们可以见出 有三个爷们 最终是拍案而起 他们的拍案而起呢 都跟红颜有关 首先就是那心机否测的吴三桂 冲冠一怒 魏红颜 其次呢 就那董御史 强所宠爱的歌迹 最终按捺不住 杀人那王德仁 他是冲冠一怒 西红颜 第三位 就是我们这几集讲的 这主人公李承栋 冲冠一怒 爆红颜 特别是第二位 第三位 这两位大将 这两个人呢 先是对清朝卖身投靠 还作为清军的殃权 在他们启示 反清复明之后 绝对是一心一意呢 为明朝尽忠 绝对是孤中可见 死而后遗 有些听众呢 听到我讲到这里 可能会有疑问 就美老师 你看你讲什么 吴三桂啊 讲永利帝啊 好像是很简单叙述 不 稍后南明历史啊 我会专门开一季的 这样的讲座 会把他们所有的经历 一一细讲 现在呢 为了是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这第五季 明史有归处 我在这里呢 也给大家讲一下 永利帝 朱尤郎的下场 在那戚风苦雨的 公元1662年 也就是清朝的 康熙元年 南明永利十六年 永利皇帝的朱尤郎 也迎来了 他本人的最后时刻 这十六年来 艰难苦恨 一般装病 南逃北王 以游龙 永利帝被吴三桂 俘虏的时候呢 已经四十岁了 还面对这位昔日的 大明良将 永利帝对吴三桂啊 依旧是抱一次 天真的幻想 于是呢 雨中黄叶树 登下白头人 永利帝当时也是满怀七创 提笔写信 字字血泪 就在纸上写道 将军本朝之薰臣 新朝之雄阵也 誓英绝志 翻封外疆 列皇帝之于将军 可谓甚厚 列皇帝就指崇祯皇帝 朕自登吉以来 一战而楚诗 再战而西岳王 朕披星戴月 流离精窜 不可胜数 尔来将军不必艰险 亲至沙漠 提数十万之众 最穷穷积累之君 何事天下太爱哉 其天赋地载之中 竟不能容阵一人哉 其封王昔绝之后 有必以奸阵妖功哉 第四高皇帝 智风沐宇之天下 朕不能深受遍地 以为将军建功之能 将军忌毁宗士 今要欲破我父子 敢斥销之章 能不惨然心策耶 将军犹是中华之人 犹是世禄之义也 既不念镇连 独不念先帝乎 既不念先帝 独不念二祖列宗乎 既不念二祖列宗 独不念己身之祖 若父乎 不知新王 何亲何后于将军 不克何仇何愿于将军 彼则尽忠竭力 此则除草绝根 若此者 是将军自以为至 而不知事成其余 将军于清朝自己为后 而不知后其所博 万思而下 史书记载 且为将军为何人也 我们看一看 这位没落帝王 琉璃龙子 低手起哀 自自有学 比比带泪 言中尽是心酸委屈 即使是铁石心肠 你读这封信 也会有所触动 在这封信中 永立帝不仅仅 是哀求他自己的一命 也从吴三桂自身着想 一针见血就指出 将军自以为至 而不知事成其余 自以为后 而不知后其所薄 什么意思呢 永立帝就劝吴三桂 连对你自己 这个吴家 你誓受名恩啊 对我这样 你大明朝的旧主 你都能斩尽杀绝 不留一丝情面 那么你的新竹子 这个满清土制者 在赞叹之余 他们内心深处 真的对你不会起疑心吗 而且万事千秋 时有转 时有载 你吴三桂 你以后在史书当中 究竟会以什么样的面目 给留给后人呢 吴三桂什么人 刚狠凶利 心机剖策 就是为了向北京的清廷 展现他当时的一枪中勇 他就断然呢 就把永立帝 和他年仅12岁的太子 要斩成两段 要把他们斩首示众 最终呢 还是在几年来 和他一起作战的 这个满人 这个大将爱兴鹅 还有这爱兴绝勒的宗室贝子 就卓越罗 这两个人呢 都心中不忍 就劝他 永立帝呢 异仓为君 全其首领 留过全尸 总该不算过分 正是在两个人的劝告 当时乌三贵呢 才用功衔 把永立帝和他太子给搅死了 总算落个全尸而死的下场 搅死永立帝和他太子之后呢 乌三贵 当时为了向满清表忠心 依旧下令 把永立帝父子呢 焚尸扬灰 我们想一想 即使要杀父杀子之仇 对于前朝君主 一般人都不会做出 这样绝情寡义的 这样的事 再到后来 到康熙十二年 就公元一六七三年 这老贼乌三贵呢 厚颜无耻 当时呢 他反叛清朝 名义是什么呢 为明朝报仇 乌三贵起兵 前前后后折腾了八年 但从他起兵之日起 就已经注定了 他败亡的命运 这个人是太不厚道 比起一生 叛军叛父 叛有叛国 乌三贵 相比之下呢 李承栋将军 那发自内心深处 满怀深情 誓死不顾的 被这个红颜所居的 那个冲冠一弄 确实呢 让人感到激愤 让人信服 让人敬佩 通过明朝末年的历史 我们就可以见出 八旗满洲 在入关的时候 只有六万兵丁 到顺治五年呢 才不过十万余丁 竟然已区区十万多人 十万多士兵 这八旗满洲 竟然能趁明朝内乱之机 最终呢 把二百七十多年历史了 佣兵数百万 人口接近两亿 这个大明朝给灭了 这种结果啊 确确实实 发而深省 而就在这个大明王朝 摇摇欲坠之时 数十万人齐结甲 更无一个是男儿 反而呢 出现了那么多富人女子 一搏消汉 挺身而出 不仅有李长栋身边 那位赵氏姑娘 或者叫张玉乔吧 有许多位反清英雄 他们列摩先妻的 那种动人场面 这些富人呢 或以一击 或以身训 使得我们中国历史啊 这个波兰壮阔的 画卷当中 平添了奇力的 这种动人的风景 但封建史家们 他们对女子呢 总是另于笔墨 特别是对 李长栋身边 那位美人 如此的忍辱偷生 如此的一击枭雄 就对这种 最后舍身成人的 这种刚烈的红颜 很少有人呢 能够出于好奇心 仔细分析她的身世啊 她的思想啊 她当时这个 一击枭雄的这种起烟啊 对他们的记载和技术呢 简直又简 恶万叹息之余 我就想起美国作家米勒 对历史当中 那些得意妇女的评价 她这个评价 我觉得特别重肯 女人呢 看似游顺 沉默 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 道德和良知呢 更加坚定 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 和伴侣的兴衰浮沉 并且在关键时刻呢 比男人更果决 更富有远见 但凡看过周星驰 《唐伯虎点秋香》 这个电影的人呢 肯定都知道 在电影的开头 对明朝四大才子 在街头敞开衣服 露出这么白色的内衣 这个情景我自己讲 大伙肯定会历历在目 周星驰演的呢 毕竟是这种 香港的无厘头电影 绝对属于搞笑桥段 但让我们非常惊奇的是什么呢 在明朝 比大老爷爷们在街上裸奔呢 还真是一种时尚 许多明朝人呢 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了 即使放到现在 裸奔这个词呢 常见 但真实情景啊 基本上我们是看不到了 即使有 也属于那种非常罕见的 艺术家的那种行为艺术 但在明朝历史上呢 还真有一些人裸奔 还特别是明人 比如说明初的大臣袁凯 当时他为了避免自己 被这个老皇帝杀掉 就选择装疯卖傻 他裸奔 先裸奔 然后呢 又在家里 把这个地上草中中 找那个狗屎吃 但他那狗屎 是用别的粮食捏成的 就是让这个专章 手下的锦衣卫看见 我疯了 还有一位名人 就是唐伯虎 他呢 被那个宁王朱晨豪 当作名士 邀请到南昌王府里 当这个宾客 没事替自己画画啊 写个词啥的 后来唐伯虎呢 就觉得宁王要造反 还为了不搅这个造反的这个浑水吧 他就装疯卖傻 就裸奔 作为一个大老爷们裸奔 这种行为呢 说句实话 你在封建社会那种环境下呢 确实也是挺不雅观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明朝人写的水浒传 就会发现相当一部分好汉 他们都喜欢裸奔 都喜欢不穿衣服 都喜欢赤条条 水浒传描写的背景 虽然说是宋朝 但它细节还是根植在作者所在的明朝 所以呢 我们读水浒传 就会发现好多那些大老爷们 那些强梁 动不动就拖着赤条条 在这一部书中 起码有二三十处描写男人赤条条的 这样的桥段 这些大老爷们呢 这个皮肤有的白有的黑 有的身上还有漂亮的纹身 由此可见 每一个光着上身或者赤条条的男人 他们身体当中肯定呢 都有一个放荡不自已爱自由的灵魂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思潮 是明朝这些老爷们儿 变成这样的呢 是杏林学说呢 还是杨明心学呢 我们不招而知 反正不是儒家思想 没说中国史 我们下集接着讲 前面二百多集呢 我们一直在讲明朝的历史 那么今天呢 是我们 每一说中国史第五季 明史的最后一节 实际上呢 就对前面二百多集呢 做一个总结 也可以算是明史的结束语吧 题目呢 就是明朝灭亡的历史悖论 回首当年 七楼画阁深光彩 招谈姚瑟叶炎争 歌五人潇洒 一字世朝更改 暗消魂 繁华难在 金差十二 珠吕三千 七凉千载 这一阵竹影摇洪的词呢 是明朝南都陷落之际 松江美少年夏文淳 他当时的 胆识伤怀之作 齐楼盛静 帝国繁华 转瞬之间呢 结成梦意 不得不让我们后人呢 扼腕凯探 总结起来说呢 明朝是一个欲望了 自始至终 都勃勃膨胀的年代 当然了 欲望绝非是一个贬义词 我们人之所以为人 欲望是基本的 原始驱动力 中国社会呢 从历史的经验大体上讲 一向对人欲 是采取幽容的态度 遥想圣人孔子 曾经谈侃言曰 隐师难捋 人之大欲之所存言 也就肯定了 人生的基本欲望 即使是给我们后世人 以刻板说教印象 理学宗师朱熹 他所谓的 春天礼灭人欲 原本的指向呢 是要求帝王 敬礼客欲 并不是板着面孔 训斥一般市民 来压抑人们的这种 基本欲望 明代以来呢 什么童心说啊 姓灵说啊 情教说 等等哲学思潮 实际上都是不断呼吁人们 要打破禁欲的桎 鼓励众生呢 为追求人生的欢乐 一定要努力 而且呢 他一直还是尊崇 人之为人的这种情感意志 可惜的是呢 抛开明代后期 那种非君异尊思想 那种进步意义上不讲 明朝社会呢 自上而下 有始至终 爱恨诚意 巨傲一狂 狂放自私 喜乐瘫痪 最终呢 都归并成为这种 个体欲望和群体欲望 这种无限的放纵 那么个体性和社会性欲望的 无限膨胀和放纵呢 最终就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从明太祖朱安章起 朱安章这种 行朗四部的统治欲 明曾祖朱棣 汉人廷伦的杀戮欲 明宗朱启镇 明氏宗朱厚造 毫不负责的那种希勒欲 明氏宗朱厚聪 明神宗宗义军的爷孙俩 财明心跳的贪绝欲 明溪宗朱油教 放任自流的淫乐欲 明氏宗朱油简 刚已自用的控制欲 同时呢 在这些迷狂帝王的欲海当中 下面还有 李善长以营党欲 朱高旭以篡夺欲 王震以虚荣欲 刘锦以把持欲 严嵩张居正以求全欲 魏忠贤以变态欲 李自称张献忠以残虐欲 吴三桂以私情欲 这些欲望无遮无眼 放荡自私 在近三百年时间内呢 狂躁的暴动 横溢泛滥 莫有止息 最终呢 大欲小欲 社会欲个人欲 湮灭了一切 家亲国王 同归于尽 由此可见 明朝这个纵欲之方 完全是一种贵己贱人的 这样的放纵 这种纵欲呢 节性慢人 既非奸爱 又非尊身 各种人群在追求一己之力的同时呢 巨堤成潮 最终呢 就成为淹没一切的 这种天下大害 在这样一个纵欲成风的时代呢 人的价值 并非因为追求 还有所升华 那么个体缺失呢 反而成为整个时代的人性普遍的特征 纵观当时那些号称社会良心的 世代会阶层 负姓 浩刚 使气 惊夸 孤傲 浮躁 等于都是他们显著的性格特征 即使在那些人 淋漓挥洒的诗文中间 我们看到更多是利器 而不是霸器 是狂娟任性 而不是个性张扬 是浮躁 阴质 而不是明朗任侠 是纵情放荡 而不是率情求真 于是呢 在所有的这些人 集体这种纵欲的快感 发射之后 迷惘 孤寂 苦涩 失落 忧郁 欺苦 种种情绪 一拥而上 理性与克制呢 就成为真空 道德感 被从社会人群当中的抽流济进 于是内忧外患之中 网络高张之下 酒醉金迷之间 危机日甚 直至于亡 万历年间 有一本顺天俯志 当时啊 就描述了这种人欲横流 穷奢极欲的社会现象 这种描写 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们呢 还是极其富有警醒性 怎么说呢 峰会之躯也 人情之凡也 始未藏不普貌 而后 渐以浇离 其流带亦甚矣 大多薄骨肉而种浇油 燕老成而尚清锐 以燕油为佳制 以引薄为本业 人民家无淡淡之处 而饮食服御 你一巨事 囊若垂沁 而点妻子 以宁佛进香 更甚 则遗孩未收 则树帆跌骨 从朝云己 以何心在 德化灵池 民风不敬 明朝这个朝代呢 自1368年 到1644年 如果这样算起来呢 共277年的历史 就在这270多年间 出于晚期封建社会 极具变化时代的明王朝 依旧呢 是有了它自胜而衰 这种宿命的过程 那么自洪武元年 就公元1368年 到土木之变那一年 就公元1449年 这80多年间呢 是社会经济重构期 自正统14年土木之变 到正德末年的70多年 是明朝的政治经历的自我修复和调整期 那么从正德家计相交之际 到万历中前期 是明朝商业经济新变化 社会相对稳定的变革期 那么自万历中后期开始 一直到从真末年 就公元1644年 这半个世纪 就是明朝社会 土崩瓦解 一步一步一滑落的 这样的溃绝期 总体上讲呢 除了这个朱棣 所谓的静难大义 那个篡问力战 以及最后十几年 他这个 对内对外啊 这个交困的这样 大战的这两个时期以外吧 明朝200多年间的 对外武装冲突 和境内这种篱盘 算不上特别严重 每次呢 持续时间也不长 因此 从大局的总体的观念上看 明帝国的社会呢 大部分时间 都是处于稳定和平稳发展当中 明朝中央政府呢 对边疆少数部族地区的经营呢 也是积极有效的 对内政立的推行呢 也是相当顺利 而且呢 中后期以来 商品经济发展迅速 文化传统方面呢 极具总结性 而且呢 对于前代有空前的传承 但是 大明帝国 这种政治文化经济的发展 如果放置于当时世界意义上 这种大舞台上观察 难免显得逊色 特别是在火器制作啊 天文地理啊 立法运算 等等这些自然科学领域 大明王朝呢 就是因为自己作为中央王国 固步自封的这样的意识 已经大大落后于世界和时代 而且呢 15世纪和16世纪 那时候的全世界 那时候的全球 是地球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 当这个正合的辉煌远航 给当做滥费国堂 而遭到故意的尘封之后呢 中国人冒险的一舌进取精神 逐渐呢 就成为泱泱大国心态 和割局场务 被这种钻影所遮蔽的 这样一种局面 而后呢 放纵享乐的这种低俗欲望 就取代了原先那种勃勃拓展的高尚蒙动 我们要知道一种成熟文明的崩溃 并非是在于社会和个人 陷于纵欲状态下的这种麻木不燃 而且呢 所谓的王朝宿命周期性 也仅仅呢 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暗喻 明朝那边啊 同样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渐进的过程 但是它在江沃不动的边缘 并没有持续太久 突如其来的内部崩塌 和蛮族外力呢 就忽然结束了 它在旧时代的这种鱼语独行 农民战争巨大消耗 以及女真蛮族那种 令人瞠目结舌的突然崛起呢 终于把大明王朝 在极短时间内 就推到历史的深渊之中 我们就会惊奇的发现 明朝呢 明帝国 这种长期平稳发展的文明 最终呢 就沦为充满暴力与血腥的末世 那么这个并不十分邪恶的旧时代 忽然之间就被白山黑水 那里过来的屠龙骑士们 用刀剑刻上了句号 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明帝国灭亡之前呢 他连一个人喘息的 那种回光返照的时期 都未曾想到过 但是呢 他也不是像五代十国那样 经历过长久的末世 满清统治者 把这个推翻明朝之后呢 他又汲取了蒙古统治人群那种失败经历 这些大辫子们呢 在使用短暂而害人的那种血海肉山的恫吓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手持儒家传统的幌子 对这个庞大的帝国呢 开始处心积虑的经营 尤其可悲的是什么呢 大明王朝的文明之火 并没有被移植于一种更为广大的空间 当时清朝代替明朝 是一种毫无新意的平移置换 使得当时的中原王朝呢 迈上了看似一种特别辉煌 实际上呢 是一种原地踏步的这种停滞之途 我们古老的中华文明呢 并没有在这个改朝换代和意志文化的 这种叠加当中呢 得以凤凰涅槃 满洲大辫子们这种游性的精神摧残 表面上看似乎粘合了这个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这个地理和文化之间的裂痕 但探究其时 万马其音之中 文字欲之下 那么在无尽的高压之中呢 我们民族性格还开始变得消沉 弥顿和繁琐 中华帝国 昔日那些天真率直 极富文明创造力的人民呢 也日益成为这种游怒和忍耐的顺民 明王朝丧终敲响之后呢 我们中国啊 中华大帝 也步入一种昏恶的长久的假媚气 然而感到非常悲哀的是什么呢 明王之后 经过又一个近三百年时间的轮回 既之而来的 是命中注定的更严重的分裂和混乱 以及呢 类西方文明蛮族的那种野蛮侵略 当时呢 赫赫中央帝国的臣民 还在那些手持刺刀和新式武器的外衣士兵眼中 竟成为荒诞可笑的 脑后拖着诸尾巴小便的土著 更为可悲的是呢 当满清龙旗在紫禁城的黄昏中被扯下之后 时光荏苒 军阀争斗 我们不少人心中的辫子呢 依旧顽固的悬浮在脑后 讲述了二百多集大明王朝的历史之后呢 如果我们回顾大明王朝这些赫赫的有名的人物 所有的这些人 肯定不是滚滚历史车轮中 机械僵硬的部件 更不是呢 一般课本当中 书本当中 那种枯燥矮版的平面人物 如果我们服侍去民间艺人和戏剧演绎 这些的构逆有彩 挥退陈锋九远的历史沉积 我们就会恍然发现 那些已经格式化的 而且渐渐消遇于历史隧道中的面孔 却是那么的新奇和陌生 老皇帝朱恩章 这种看似暴力无情的帝王人生 实际上这个人呢 在立国道德层面讲 无可指摘 德国罪政 朱棣呢 看似治国有道的那种雄才大略 却真正种下日后女人 崛起于东北的这种身祸至忧 王振公公呢 看似物国物民 导致英宗皇帝被俘的统目之变 一切的一切呢 竟然是出于这种相濡 意谨还乡的虚荣心 明武宗呢 看似希勒荒唐的 不可饶恕的游戏生涯 实际上在他 这个维帝过程中呢 还有过什么赈灾免负的 这样的善举 阎松大学士呢 看似罪恶满羊的一生 实际上都是他 桑鱼之念的失误 青年时代的阎松呢 本来是为好学上进的 这样的一位氏大夫 嘉靖年间呢 看似炫耀意识的沿海窝患 真正的罪魁祸首 竟然是葡萄牙人和中国海盗 明神中看似贪脸暴虐的统治年代呢 竟然也有三大争的禁取 魏忠贤呢 看似只手遮天的燕人阴贤 实际上他暗中借助了不少本性卑劣的 隔沉士大夫之地 党争的病态 使得当时的世人内讧一发不可收拾 挪尔哈赤黄太吉父子 统计中原这种雄才大猎 仔细推究呢 发现大部分都源于那些 头腹汉人奴才们的怂荣 李自成张献忠 在某个时代看似进步的 这种农民造反义序 实际上呢 不过都出于这种下岗一族 和弃武士族的这样的怨毒 吴三桂李成栋 看似这两个人都是冲冠一怒为红颜 原来他们呢 各有各自的难言隐忠 种种故事 种种人物 种种历史 都在风中飘散 名墨诗人汤川莹 在他的闲杂笔画中 有这样的文字 天下不堪回首之境 有五 哀世过旧游处 敏乱说太平事 垂老一新婚时 花发向墨头长别 绝来蜜梦中奇遇 言以情之罪痛者言之 不若以老调顾隔山河 商妇画当年车马 尤为悲鸣可怜 伤痛道息之中 回首明朝 风流如梦 齐滑成空 烧绝苦涩之余呢 我们讲完了 这二百多集这个名史 最后呢 我想以明朝的爱国诗人 陈子龙一首诗 来表达呢 我对明朝历史的这种感怀 读起平栏对小风 满溪香水小桥东 使之昨夜红楼梦 身在桃花万树中 明朝也有娘炮文化 我们要知道 现在这个好多电视剧啊 好多这个男演员啊 涂纸磨粉啊 修眉打眼啊 所以我们对这种文化呢 现象呢 称之为娘炮 娘炮 软男 这个确实一种文化的病态 我们想一想 如果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好多男人 都是那种娘炮的形象 那我们这个国家的 阳刚之气就没了 明朝呢 实际上也兴起过娘炮文化 什么时候呢 就明代龙万中后期 龙庆万历中后期 当时社会上 就出现大规模的 这种男性 女性化的现象 当时那年轻男人呢 喜欢穿那种女装 所以当时呢 就有人作诗 对这个现象呢 进行批判 昨日到成郭 归来泪满金 变身女医者 近视读书人 我们想一想 明朝当时那个国家 也是内忧外患 你说这些图纸 抹粉那些软男 这些娘炮 对内呢不能安眠 对外呢又不能御敌 最终这些人呢 肯定只能带着 他们所谓的盛世花容 和这个大明朝 一起灭亡了 皇帝内经上 就曾经讲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刚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使 神明之福也 由此可见呢 我国古代 就一直要强调 男人就要有 刚强 刚进账的力量 女人呢 就要有那种 油弱的特质 也只有符合这一点呢 阴阳有道 男女有别 才能复合这个 天人合一 这样的自然规律 所以说呢 明朝中晚期 就这种娘炮文化 就标志着呢 当时那种尚武精神 就逐渐凋敝 你想 当时这些读书人 男不男女不女 个个打扮的 呵 就跟那娘子一样 硬汉变成暖男了 就失去了勇武 实际上等于也失去了抗争 由此可见 明朝的灭亡啊 也是必然之势 没说中国史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